林志 你要去哪 哥 你别拦我 我是不会去临时集团的 再说 我都已经找好设计公司了 小致 你是堂堂的林氏集团大小姐 去个那么小的实习公司 受欺负怎么办 我是去基层锻炼的 怎么会受欺负呢 再说了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哎呀你让开 我上班要迟到了 都是全球限量款的包包 他要一个吧 哥 我是去工作呀 又不是去选美 小致 现在只吵多负大 以貌取人败高采低的 你得用这些名牌包包装自己 哎呀 哥 哪有这么夸张啊 真是 好了好了 让他们都回去吧 啊 我走了 程助理 收购小致所在的实习公司 便吩咐下去 告诉他们 林氏集团的千金要过去实习 让他们好好照顾小致 是 林总 上车吧 什么 好的经理 马上安排 书馆怎么了 民事集团收购了公司 说大小姐马上要来实习 从今天起 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伺候好一大小姐 是不是老了 是不是老了 想必 您就是林大小姐吧 林小姐 怎么回事 你好 我是新来的实习生 林舒染 您多关照 关照关照 还请您多关照我们呢 主管好 我叫林芝 也是新来的实习生 没看见我跟林大小姐说话吗 插什么嘴 没规矩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 可是林氏总裁林燕安的妹妹 林大小姐 怎么回事 什么 她是林大小姐 她 是林大小姐 她不是林大小姐 难道你是啊 我也不看看自己一副穷酸样 嘿嘛 去去 他们竟然把我错认为 林氏集团的大小姐 这送上门的机会 不要白不要 我只是想拿基层 历练一下 但希望大家不要生长 毕竟这也不是林氏 大家把我当成普通同事就好了 您谦虚了 就在刚刚 我们被林氏集团收购 所有的员工工资 都翻了三倍 这都要感谢林大小姐您 谢谢林大小姐 什么 公司被林氏集团收购啊 你一个小时牺牲懂什么 林总说了 收购咱们公司 就是为了能让咱们好好照顾大小姐 林总对大小姐真是疼爱有加 让人羡慕 那我岂不是从实习生 直接成了公司老板 老天 这是什么运气啊 哎呦 我的好哥哥也真是的 就喜欢兴师动众的 真是我的好哥哥 他竟然夸张地 直接把公司给收购了 要不是 我就从哪跑出来个冒牌会 让他们认错了人 我这实习不就泡汤啊 来林小姐 别在这站着了 快里面请 啊 我 这是你的位置 我呢给你留了最好的位置 你今天什么都不用做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主管 我的宫位在哪里 这么多空位置 你自己不会随便找一个吗 哎 林小姐 您带的手链好漂亮啊 肯定不便宜吧 那还用说 林小姐怎么可能带便宜货呢 这可是扣奈尔的手链 少说 也得几百万吧 不算什么 这种手链我家多得是 你叫林芝 你家里是做什么的 随便做点小买卖 我说嘛 早晨骑电动车过来的 原来 是个穷酸鬼啊 估计我家的一个包 怕是能抵他好几年的收入吧 还真是会穿 什么包 几百亿 林芝 大家工作都辛苦了 你去买点咖啡吧 凭什么 我是来工作 又不是来抛腿的 林芝 你这是什么态度 林大小姐让你去买咖啡 那是看得起你 还不快去 就是 新来的实习生 哪个不是从挡杂抛腿过来的 能给林大小姐抛腿 那可是你的荣幸 主管说让你照顾我 你就这么照顾的呀 你吗 一个假货 还真装上瘾了 算了 现在还不能冲刷他的身份 但刚来第一天就丢了工作 还不被老公笑死啊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啊 好啊 林小姐 那麻烦你把咖啡钱付一下咯 你 林小姐 那麻烦你把咖啡钱付一下咯 果然是穷到骨子里了 连几百块钱的咖啡钱 也要斤斤计较啊 林芝你什么意思啊 林小姐身份高贵 会差你这不入流的实习生 能撒瓜俩早的吗 真是一副小家自弃的做派啊 林大小姐 自然是不会差着区区几百块 算吗 你 林芝 你别太过分了 几百块钱你都收不起啊 你可不是一般的寒酸啊 是林大小姐邀请你们喝咖啡 又不是我 让她给我转账 有问题吗 我又不差你那几百块钱 你先去付又怎么样 你是不差着几百块钱 可你不一定会转给我啊 反正 你不转给我 就不去 想让我当元大头 做梦 转你了 这个林芝也太过分了 我们得给她点颜色看看 既然你不识台卷 那就怪不得我吧 我的那条手链不见了 是不是掉到哪里了 这么名贵的手链 怎么突然就不见了 难道 是被人偷走了 肯定是刚刚付钱的时候 林芝顺手偷的 几百块都要计较的穷孙 看到几百万的手链 还能不心动 林芝 麻烦你把我的手链还给我好吗 那是我哥哥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如果你喜欢 我可以送你其他的 少什么脏水多 我身上颇好吧 一条手链而已 谁稀罕 这种手链 我家还多得水 说什么大话呢 那可是几百万的寇奈尔手链 你一个穷实习生 怎么可能有 林小姐的手链 指定就是你偷的 你诬蔑人讲讲道理吧 正记呢 办公室所有的人 只有你最穷酸 见钱眼开 除了你还能有谁啊 林芝 既然你说 你没有偷我的手链 那你敢不敢 让我去找一下 我说没偷就没偷 凭什么让你查 那这样吧 如果我的手链不在你那 那么我就给你磕头道歉 但是如果我的手链 在你那找到了 那么你就要给我磕头道歉 好 找就找 不过 你可别后悔 林芝 证据确凿 你还想狡辩 怎么可能 林芝 证据确凿 你还想狡辩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我就知道是你偷的 还说什么大话 这种手链自己多的是 现在怎么样 人脏俱祸了吧 你个小偷 不是我 我根本就没有碰过 林树然的手链 这手链就是在你这找到的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就是 四鸭子嘴硬 到现在了你还不承认 我说了我没有 这是诬陷 林芝 大家都看到了 这条手链就是从你这里找到的 你赶紧跟林小姐道歉吧 光道歉可不行 刚才可说了 如果这个手链是在你这找到的 你要给我磕头道歉 一条假的手链而已 有稀罕到偷吗 什么假的 这我明明是在装柜买的正品 你这穷鬼见过正品吗 就说我这个是假的 是不是真的 试试不就知道了 林芝 你想干什么 扣纳尔的这条手链 主石上的宝石 用的 可是世界上最硬的金刚石 我想 轻轻砸一下 应该不会坏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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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吧 这就是个假货 顶多只几十块的房品而已 主石真的碎了 难道这手链 真是假的 怎么可能是假的 琳达小姐带的不可能是假的 对 我这个手链不可能是假 林芝 肯定是你偷偷掉画楼的手链 你说话动动脑子好吧 你的公寓我连去都没有去过 我怎么偷你的手链 肯定是你 要不然我的手链怎么在你这找到的 就是你干的 对 就是你 不是我 就是你诬陷我 吵什么吵 我在办公室都听到你们在吵什么 主管 林芝偷了好几百万的扣纳尔手链 人赃病祸拒不承认 还说我这个手链是个假货 林芝 你偷了东西 不承认也就算了 还诬陷林大小姐的手链是假的 你是怎么做到如此的厚颜无耻 他诬陷我 你自己手脚不干净 还说林小姐诬陷你 你这倒打一耙的本事还真是高明啊 既然你们这么说 去查监控不就好了 这样的一条假货 我才不嫌疑去透 林芝 你个穷酸的实习生见过扣纳尔手链吗 就说我这个次个假货 林芝 林小姐的身份高贵 怎么可能会带假货 等我把监控调出来 我看你还怎么狡辩 好啊 那就赶快去调监控吧 我相信 真的假不了 假的 真不了 调监控还是算了吧 大家都是同事 没必要闹这么难看 没事林小姐 偷东西就是要付出代价的 说不过 你要先过我就穿帮了吗 没关系的主管 既然林芝这件事情不愿意道歉 还是算了吧 免得影响同事之间的关系 林大小姐 你这是心虚啊 怎么 难不成是你把手链放在我这儿 然后诬陷我 你胡说什么 林小姐 怎么心虚啊 难不成是你故意把手链 放在我的宫位上 诬陷我 才不敢掉监控的吧 你胡说什么 林芝 你差不多得了 人家林大小姐 为了同事之间的和气 都不愿意再过多追究 你还在这儿不识好感 主管 没关系的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瞧瞧 林大小姐多大方 可不像某些人 做了上不了台面的事 还没胆承认 真是丢人现眼 我说了我没有 明明是她心虚 不让查监控的 行了 林芝 林大小姐 都既往不咎了 你还狡辩什么 林小姐 公司为了庆祝你入职 准备挑选一家餐厅 你选哪里啊 哪里都行 我不挑的 林小姐 你真的是太平易近人了 是啊 舒染虽然是林氏的千金 但是一点架子也没有 不像是某些人 都姓林 她呢 又小气又贪财 手脚都不干净 这个女人 还真当自己是林家千金了 好 我看你怎么装下去 既然林舒染 是林氏的大小姐 那不如这次聚餐 我们就去林家的 蔓越酒店吧 蔓 蔓越酒店 那可是出了名的豪华呀 可惜都是会员制 一般人可进不去啊 林小姐 是您家的酒店 要不然 您带我们去见见世面吧 蔓越酒店 这个 怎么了 林大小姐 该不会 连这种小事都办不到 办不到的人是你吧 出入蔓越酒店的 非富即贵 像你这种寒酸样 就算去打扫厕所呀 人家都不会用你的 就是 也不强强自己什么样 还配质疑林小姐 这群土豹子 瞎起什么哄 既然他这么厉害 让他带你去啊 林芝你够了 既然大家想去蔓越酒店 我当然会带大家见见世面 但是 你不能去 我们蔓越酒店呢 是绝对不欢迎你这种 手脚不干净的小偷 好 等你先进去再说吧 林芝 你这嘴啊 还真是又硬又酸 恐怕错过了这次机会 你下辈子也进不去 蔓越酒店 这么高档的地方了吧 我都去了二十年了 好吧 晚上个老公 好像又又在蔓越酒店 到时候 看你这个猫牌 会怎么受伤 除了林芝 大家都收拾一下 今晚八点 蔓越酒店见 谢谢大小姐 喂哥 晚上我带同事们 去蔓越酒店聚餐 要好好招待他们 不能让我丢了面子 书然 蔓越酒店需要预约的 而且这个地方 消费很高啊 费什么话 你不是蔓越酒店 大堂经理吗 你没去吃顿饭都不行 我们马上就到了 对了 见面记得叫我林小姐 快走快走 哇 我的妈呀 这也太豪华了吧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蔓越酒店 我也只是有幸地去过三星级酒店 和这里比起来 相差太远了 这里的陈设百剑 可是书自名人大师之首 你也太有钱了吧 好了 我们吃饭 喂 哥 在哪个报件啊 小致 路上堵车 你先去008包厢等我一会儿 为了庆祝你第一天实习 我还给你订了个蛋糕呢 啊 好 这就是蔓越酒店的私人包厢 这个椅子好软啊 大小姐 快 林小姐 各位 这是菜单 布斯顿大龙虾 金丝雪宴 飞翠珍珠炮 还有这么多没见过的 林小姐 今天真的是脱了你的福了 林大小姐 真是太羡慕你了 你们随便点 这些东西我从小吃到大 早就吃腻了 我听说 蔓越酒店有一道世界名菜 叫谢酿成 只不过需要至尊会员卡才能吃 林大小姐 不知道我们今天有没有口服尝一尝 当然可以 经理 每人上一份 林小姐 没有至尊会员卡 这个菜真不能上 您换一道吧 睁大你的眼睛看看 这位 可是林氏集团的林大小姐 他怎么可能会没有至尊会员卡 林小姐 这 这个真不能上 这经理新来的吧 怎么感觉好像 不认识林大小姐 难道 林大小姐 哥哥怎么回事 关键时刻叫链子 大家不要误会啊 经理意思是说 林芝 林芝 不是说不让你过来吗 林芝 这里可是曼月酒店 这是你能进来的地方吗 是不是 借着林大小姐的噱头 偷偷混进来的 果然小偷小摸的人 都说了不让你来 还舔着那张脸 借着我的光死戏白赖的进来了 少自命不凡了 我只是走错包厢了 不要为你上不了台面的脸面的事情找进了 就凭你 林芝 要不是见林大小姐的身份 你一辈子也不可能进到这里来 一个小小的曼月酒店 我至于蹭林芝人的光才能进来 看清楚 我可是曼月酒店的会员 你们没资格赶我走 她怎么会有曼月酒店的制作会员卡 肯定是假 对 林大小姐都没有的会员卡 你怎么可能会 这个卡绝对就是假的 是真是假 不是你们说了算的 经理 你告诉他们 我的卡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 这是真的制作会员卡呀 而且编号是0001 你是 你 你是 你 你是 林大小姐 你是林大小姐啊 哥 格局还真是高啊 什么人你都跪 这曼月酒店的服务态度也太好了吧 但也不至于下跪啊 帮我遮掩一下 好了 既然我的身份也解释清楚了 那我就先走了 你们慢慢吃 啊 对了经理 赶紧给他们上菜 想吃什么点什么 最后杀林小姐的卡就行 林芝你站住 干什么 你拿这张偷来的卡装什么装 书然 不 林小姐 你让她走吧 你少说话 走什么 她可是一个小偷 连林大小姐都没有的会员卡 她怎么可能会有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竟然 连至尊会员卡都敢偷 你们都是一些什么脑子啊 什么叫她都没有我救养 就凭这点 证明我的卡是偷的 你只不过是一个穷鬼 书然 可是林氏集团的大小姐 她都没有的会员卡 你不可能有 可笑 林氏集团大小姐 居然连张至尊会员卡都没有 我可是林氏集团大小姐 就算没有至尊会员卡 我照样让保安把你赶出去 怎么 这么急着把我赶出去 吹到你痛出来 林芝 你拿着一张偷来的卡 嚣张什么 你没有什么证据 说我的卡是偷来的 你有通手链的前科 还需要什么证据 对 林芝 你在公司的时候 就偷了林大小姐的手链 现在来到酒店 你又偷了会员卡 你还在这儿显摆 你可真是够无耻的了 林芝 公司有你这样的人 就是一种耻辱 我看你们一个个眼睛都是瞎的 我告诉你们 我的卡是真的 如果我能证如 你们要给我道歉 就你 偷来的东西 拿什么证明啊 我会让蔓越酒店的孙老板 过来亲自证明 卡是我自己 蔓越酒店的孙老板 可是江城的佼佼者 手里面占管着 十几家五星级酒店 听见了吗 林芝 你一个小小的实习生 也配让蔓越酒店的老板过来 你在开什么玩笑啊 你有本事 就真的把蔓越酒店的老板叫过来 别凭借这张嘴 在这儿乱吹 喂 我在088号包厢 你过来一趟 你真觉得 蔓越酒店老板 会见一个小小的实习生 装模作样打什么电话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林大小姐 林芝肯定不会把蔓越酒店的孙老板叫来 我看不如你打电话给孙老板 让孙老板来证实一下 林芝的卡就是偷来的 我又不是真的首付请求 怎么会认识蔓越酒店的老板 蔓越酒店老板现在应该挺忙的 那算了吧 他不是你没有孙老板的电话 对吧 胡扯 林大小姐 怎么会没有孙老板的电话 如果是林小姐打电话叫他的话 他应该很有时间 肯定会过来的 林大小姐 你看林芝那嚣张的样子 不如你打电话让孙老板过来一下 证明一下他的卡就是偷来的 到时候我看他怎么嚣张 闭嘴吧 一群蠢酷 再说老年就穿帮了 是啊 林大小姐 你看他那得罪样 如果再不整治整治他 他就要到头上作威作福了 好 好啊 喂 孙老板 你有时间吗 没有 那没事了 孙老板现在很忙 没有时间过来 林芝 坐你走 看你还怎么笑 据我所知 孙老板有得试试家 难道是林小姐在撒谎 还是你根本就不认识孙老板 说谎的是你吧 怎么过去这么久了 孙老板还没有过来 林芝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林氏集团的大小姐 一个电话 就能把曼月酒店的老板叫过来 林芝 孙老板可不会见你这种吓的人 识相点赶紧滚 林芝 都过去这么久了 孙老板还没有过来 你装得也太过了吧 林芝 没想到你除了是个小偷 还是个撒谎精呢 林芝 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孙老板还没来 你耍我们的吧 这才过了多久啊 我们再等一会儿咯 林娜小姐刚才已经说过了 孙老板没有时间 行了 赶紧走吧 不要在这儿浪费我们的时间了 我们可没有功夫 陪你在这儿瞎等 谁在曼月酒店胡闹 谁在曼月酒店胡闹 你就是林芝那个实习生叫来的吧 我看你也不像老板 怕是那个实习生随便找人来扮演的吧 正当你的后眼看清楚 我就是孙健 你可别装了 像你这样冒充孙老板的人 赶紧滚出去 林经理还不把冒充孙老板的人给我拉出去 孙老板 什么 你 你真的是孙老板 就算你是孙老板 那你也不能随便打人吧 这位可是林大小姐 整个曼月酒店都是他的 你打我了 林大小姐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林小姐 哪位林小姐啊 完了完了 怎么办 看清楚了 这位就是林氏集团的千金 林淑然 孙老板好 我 我是林 你是林氏集团的大小姐 曼月酒店是林氏集团旗下的 我怎么没有见过 曼月酒店可是林氏集团旗下的 那孙老板肯定知道真正大小姐长什么样子 完了 身份要暴露了 孙老板 告诉他们 我的这张至尊会员卡是不是真的 这张卡是林小姐自己的 并不是偷来的 孙老板 你可看清楚了 林大小姐在这儿呢 林大小姐 你听听 孙老板竟然当着你的面 去帮一个实习生 他到底还把你放不放在眼里 林小姐 也是你们的冒犯呢 孙老板 你这是和林小姐对着干是不是 你是哪只眼睛看见我和林小姐对着干了 林大小姐你林氏集团旗下的人都这么嚣张的吗 你别说了 难道孙老板也没见过林大小姐 这顿饭被搅过成这样 我还怎么吃啊 等等 林书冉 还有你们听见孙老板说的了吧 这张卡是我的 是又怎么样 所以你们该跟我道歉了吧 开什么玩笑 让我们向你一个实习生道歉 造谣不应该道歉吗 是是是 该道歉 对不起林志 林志 刚才言语有失 对不起啊 那我就原谅你们了 林小姐 让您受委屈了 正大你的眼睛看看孙老板 这位才是林大小姐 完了完了 剩下死定了 认不出的人 是你们吧 笑话 这位才是林大小姐 亏你还是林氏集团的人 竟然连自家的主人都不认识 孙老板 孙老板怎么认不出林大小姐呢 我现在还不能暴露我的身份 你帮我隐瞒一下 我当然不会认错林大小姐 难道孙老板也没见过林大小姐 行了 这顿饭我也没什么心情吃了 走吧 林大小姐 林芝怎么会把孙老板叫来 是啊 他不止把孙老板叫过来了 孙老板还一直替他说话 对您一点都不尊重 是啊 而且那张至尊会员卡 孙老板也证明了 不是林芝偷的 事到如今 我也就不瞒你们了 其实孙老板和林芝是那种关系 想必至尊会员卡 也是孙老板给他的 什么 孙老板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这样说来 林芝还是一个恬不知耻的小三了 既然是靠着勾引孙老板得到的会员卡 真是太恶心了 他的私生活 我本来也不想偷楼 你们也记得保密才是 我说呢 林芝那个得意和嚣张的样子 原来背后有孙老板为他撑腰 像他这种不要脸的女人 我们以后还是少跟他来往 是啊 他真是给咱们公司丢脸 林大小姐 您真是够善良的了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顾及她的颜面 哎 对了 林大小姐 为什么你没有至尊会员卡呀 你是不是傻 整个卖月酒店都是林氏集团的 林小姐去 当然不需要至尊会员卡 就是 整个卖月酒店都是我的 林芝还没有来上班吗 像他那种恬不知耻的小三 不来也罢 东莱 对咱们交出的那个项目 非常的不满意 要求我们给重新的方案 否则就以我们解约 本来负责这个项目的王欣 已经被辞退了 你们几个 谁来负责 主管 我这手头上的活实在是忙不过来 也没有那个空闲时间 主管 你知道的 那个洪总猥琐好色 要不是他给王欣下药 王欣根本就不会离职 都是被这个洪总给逼的 杭树只不过是一个方案 如果我们谈不下来 我们的业绩不达标 怎么办 我们 不是还有一个人吗 对对对 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 来林芝 我这儿有一份新项目 东莱的项目 东莱的项目很紧急 你现在赶紧去了解一下情况 我只给你三天时间 给洪总交出一份满意的 新的项目方案 林芝 主管能把东莱这么重要的项目 交给你 你可千万别让主管失望啊 刚来第二天就有时间的机会 真不错 放心吧主管 我一定会努力的 林芝 她这也算是专业对口啊 能在床上尽力也是她的能耐 那可不是 毕竟林芝供应人可是很有一套 拿下洪总还不是心而易举 你们说什么呢 能说你什么啊 就你的那点事呗 我能有什么事啊 莫名其妙 喂 竟林 怎么了 你忘了 今晚我们的约会 你要再不来的话 餐厅就该关门了 啊 这么晚了 不好意思啊 竟林 我还在公司加班呢 主管就给了我三天的时间 让我搞定能让洪总满意的项目 哎 时间几正不重 我先不跟你说了 等等 谈项目的时间和地点 明晚八点丽清酒店 怎么了 行 明晚八点我去丽清酒店 等你谈完项目 补偿我的约会 好 再见 哎 林小姐 来来来 坐到我身边 洪总好 林小姐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年轻漂亮 洪总过奖了 哦 这个方案 已经完全按照您的要求改好了 请您过目 哦 啊 林小姐 先讲一讲吧 啊 林小姐 其实这个项目呢 先放在一边 你要是能把我伺候 我立马就签字 什么意思 当然是 想跟林小姐喝杯酒 我酒精过敏 喝不了酒 我让你喝酒那是看得清你 是你自己喝 还是我强迫你喝的 洪总 我真的喝不了酒 这是给你标准 哈哈哈 林小姐是喜欢我用强的了 嗯 敢跟我试试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管你是谁 我都敢试 你是谁 况且 你们公司上一个都让老子玩的精神失常了 林小姐 你也想试一下吗 混蛋 我就喜欢你这性子烈的 让我特别有征服于 看你长得这么年轻漂亮 我都不忍心伤害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动我一个头发丝 你就要永远的离开江城 一个小小实习生敢威胁我 来 投入哥哥的怀抱 让哥哥好疼疼你 混蛋 我告诉你 我可是林氏集团的大小姐 你要是敢动我 我哥哥不会放过你的 臭婊子 你还敢打我 还敢拿林渊安来吓我 她是个屁啊 我要是出了什么事 你会问鬼的 你查一下 小植在哪个包厢 她第一次合作 我有点不放心 是 姜总 是哪 来 让我后悔一下 来 你放开我 跑啊 接着跑啊 别人想得到我 那还求之不得呢 林小姐 这是你的荣幸啊 红天 你会后悔的 后悔 我长这么大 在这点里面 就没有后悔这两个字 你就从了我吧 放开我 江 江总 江总 我的人 你也敢动啊 江总 我不知道这是您的人啊 我知道这是您的人 我肯定不敢啊 江 江总 是 是她 就是她想勾引我的 对 是她想勾引我的 我的未婚妻 她是怎么勾引你的 未婚妻啊 你是临时集团的大小姐 现在知道 也太晚了点吧 你小心 江总 是我错 是我永远无助 是我永远无助啊 是我错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江总 打死 未免太便宜你的了 把她碰过小贞的手 给我剁了 扔出江城 这辈子就不能 踏入一颗 江总 别 江总 江总别 别别别别 不错了 不错了 你以为甩自己几巴掌 就可以挽回你的罪孽了吗 像你这种人 打死都不为过 求你了 带走 江总 李小剑 我听燕安说 你在小公司时期 你就这么时期 这件事情你可千万不能告诉我哥 要是让他知道 就该让我回家了 回家也好 今晚要不是我看你第一次签合同过来找你 后果不堪设计 好了 现在我不是好好的吗 只是可惜了我这项目 跟进了这么久 没有合作商了 我给你欠 请您 谢谢你 跟我还说什么戏 林志 东来的项目 谈得怎么样了 主管 东来以后 都不会跟我们合作 什么 不合作了 林志 你知道东来的项目 对我们公司 有多么的重要吗 洪总好好的 怎么就不合作了 是不是你没凑好 他让他不高兴了 东来项目 那么大的合作商 就这么让你得罪了 林志 你还有脸 带在公司吗 主管 像林志那种 没有实力的实习生 还不如尽早 开除了好 留着也是浪费资源 既然 林小姐都发话了 那么林志 你被开除了 拿着你的东西 滚出去 主管 洪总是被江锦林 赶出江城的 自然没有办法 共不合作了 什么 洪总得罪了江总 你在这里 乐说什么 你们可以去看看 今天的新闻报道呀 我想 应该会有通知吧 主管 还真是 洪总的公司破产了 就连人也被赶出江城了 林志 你是怎么知道 洪总得罪江总的 果然听说了 我就说了 像你这种 偷鸡摸狗的人 怎么能知道 这么隐秘的消息 林志 不管怎么说 这个项目 是在你手里弄丢的 你拖累了我们整个部门 你要对这件事情 负全部责任 我就知道 按照他们的脾性 这是要挂到我头上 还好经理把项目签了 我们虽然失去了 东来这个合作方 但是 我已经搞定了新的客户 合作我已经都签好了 就你 满身穷酸味 手里能有什么资源啊 能找到什么合作对象 林志 咱们公司 可是上市公司 可不是什么小公司 都可以来合作的 我先找的合作方 可是全球五百强 第一的江氏集团 这样的公司 难道不配合我们合作吗 江氏集团 怎么可能 要是能跟江总达成合作 那咱们部门 未来三年的绩效 全都超额完成了 林志 你要吹牛也不能这么离谱吧 是真是假 你们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真的是江氏集团的合作 能跟江氏集团合作 那真是天大的荣幸 那我们部门肯定会在公司脱颖而出的 升职加薪不是梦 对这一份假合同吹嘘什么啊 他林志有什么本事和江总签下项目 假的 我说嘛 林志你一个小小的实习生 一没实力 二没背景 怎么可能和江氏合作 原来都是伪造的呀 林书然 你为什么一次次去质疑别人的呢 是因为你没有吗 你瞎说什么啊 我可是林氏集团的大小姐 无论是能力还是背景 都比你强百倍不止 有什么好去质疑的 就是了 江总和林小姐可是一个圈的 她说项目是假的 那就指定是假的 林志 你拿着一个假合同 有什么好炫耀的 林志你竟然敢拿一副 假的合同来糊弄我 我的项目合同都是真的 江总亲自签的字 你们若是不信 可以去江氏集团核实啊 江总才不会见你这种 满身穷酸味的人呢 真是冒领几天林小姐的身份 不知道自己是谁 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什么样子 连江氏的大门都进不去吧 还妄想跟江总合作 我 林志啊 白日梦是很好做 但这是现实 你快醒醒吧 主管 要是被江氏集团知道 我们伪造假的项目合同 肯定要被追究责任的 主管 像这种伪造合同的人 我们应该交给警察处理 免得让它影响了大家 林书然 还真把自己当成林家大小姐了 虚荣又自私 你每天是不是闲的 不找点事情做 活不下去是不是 林志啊 你好大的胆子 林志你好大的胆子 你干什么 林志啊 你给公司捅了这么大一个娄子 林小姐教训教训你 有什么问题吗 啊 林小姐教训你 你还敢反抗 大家一起生 替林小姐好好教训教训她 你们干什么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在干什么 什么 江总 完了完了 她不会认识林大小姐吧 家 江总 这好像是江总 全人比照片还要帅 江总 您怎么来了呀 江总是来对视项目的 你们竟然把项目扔在地上 什么 难道 这份合同是真的 什么真的假的 江总亲自签的合同 还能有假 林志 你怎么回事 怎么能把咱们和江氏集团的项目 扔到了地上 不是我 总监 新来的实习生不懂事 您可千万别生气啊 你们平时就是这么对待小志的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江总 我们是在教育林志 他平时的工作能力 简直是太差了 他们不知道我的身份 别让我暴露了 是啊 江总 你怎么能护着一个穷酸的实习生呢 他是我的未婚妻 你们说话最好给我放干净一点 未 未婚妻 上一个对我未婚妻动手的人 已经被我赶出疆场 你们也想这样吗 林志 之前有冒犯你的地方 我跟你道个歉 对不起啊 林志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是江总的未婚妻 您大人有代料 肯定会原谅我之前对你不经的话 还有事情吧 走 跟我去办公室 难怪林志会知道红总惹怒江总 被赶出江城这么隐秘的消息 原来他是江总的未婚妻啊 真是手段不一般啊 原来咱们公司又多了一尊大佛啊 真是小看了林志 林大小姐 我们也不知道林志 她怎么够搭上了江总 这要是等江总怪罪下来 我们可承担不起啊 是啊 林大小姐 江总在江城之手遮天 没有人敢得罪她的 瞧给你们下的 江总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 说不定过两天就把林志给甩了 伴林大小姐说的是 像林志这样的女人 江总肯定就是玩玩而已 像林志这种满身穷酸味的女人 根本配不上江总 这就是你实习公司的风气 景林 你生气了 生气 我哪敢生你的气 我现在打电话给你哥 让你哥把你接过去 我来基层是学习锻炼的 受点气不是很正常吗 受气 你长这么大 谁敢让你受气 这不是他们不知道我的身份吗 错把林世然当成林氏集团的大小姐 你看这公司都什么风气 你怎么不告诉她你真实身份 我来基层是学习锻炼的 但是他们知道了我的身份 对我各种阐媒 我还怎么学习 那我今天不过来帮你的话 你就任由他们欺负你 小不忍 责乱大谋 况且最近我在这里可没少看眼界 学了不少东西呢 小致我不反对你提升自己 但是工作上发生任何事情都要告诉我 不然我会担心你的 我知道了 锦灵 这次项目结束之后 公司会举办庆功宴 在庆功宴上 对这次项目的负责人进行表彰 我没听错吧 在宴会上 江氏集团要进行表彰 这该有多大的功绩啊 要是能得到江总的表彰 咱们在业界也算是出名了 林芝 这个项目你要好好干 加油 看好你啊 她 也配让江总在宴会上表彰 怎么不配 这都是凭我努力得来的 是我应得的 应得的 谁不知道你林芝是个惯三啊 之前在卖月酒店供引孙老板 现在又供引江总 林芝 不得不说 你的手段可真高吗 林芝 你不要以为你做的那些事情 我们不知道 凭着床上功夫勾三搭四 即使获得了表彰 也上不了台面啊 你们也别这么说林芝 她做项目有多努力 我们也都看到了 常乐乐 你到底占哪一遍啊 你是不是不想在公司待下去了 她到底哪句话说错了 你就这么见不得别人好 林芝啊 你别以为勾引到江总 就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 你江总的身价 身边美女如云 说不定什么事就把你甩了 有时间在这里发酸 你倒不如多用点心 把时间花在业绩上 你别不知好歹 大家也是为你考虑 别等到时候你被甩了 连哭的地方都没有 林芝 你真以为你是江总未婚妻啊 像你这种倒贴的货色 你在江总身边蹦倒不了几天 只有我这种身份 才配得上江总 你 趁现在还有点姿色 趁早找下家吧 听到了吧林芝 你和林大小姐 差得可不是一心半点 还想一直捆着江总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我做事一向光明磊落 倒是你们造谣 可是违法的 都到现在了 你还嘴硬 自己做的事情 你就没胆量承认吗 林芝啊 你这样的作风 根本不配在江市集团 庆功宴上获得表彰 以后 这个项目由我来接手 你 你闭嘴 既然 林小姐想要负责这个项目 那么以后 这个项目就由林小姐来接手咯 好 林小姐 想接手我的项目 你看得懂 林小姐可是堂堂国外留学回来的 你一个本科生 也配质疑林小姐的能力 本科学历 那还不是为了贴后公司伪造的 好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什么破项目 怎么都弄不明白 我怎么跟进啊 林芝 你别说我不给你机会啊 只要你协助我完成这个项目 我就帮你跟经理面前美言 让你顺利度过实习期 怎么样 我现在正在忙着呢 这大热天的哪来的蚊子啊 嗡嗡嗡 吵死了 什么意思啊林芝 林大小姐 你现在手上跟着这么好的项目 不赶快去好好工作 来我这里干嘛 吵到我了 林芝 这么好的项目 你确定不要吗 嗓子有点干 你去给我倒杯水 你 好 这下可以了吧 光喝水也没什么味道 哎 林小姐 你这么大方的话 去给我买杯咖啡吧 你故意的吧 林芝 就是故意的 你想怎样 你给我等着 喝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啊 咖啡不小心洒了 你耍我呢林芝 林小姐 才看出来啊 项目 是你强行从我这里抢走的 自己不行 又推给我 我看 是你耍我吧 林芝 你怎么说话呢 林小姐 愿意提醒 你又还有什么好推脱的 我看啊 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项目 由你继续跟进 到时候 功劳 也会尽你一份 听见了吗 林芝 不让你白干 如果你敢拒绝 我就让全行业奉杀你 算了 这个项目 可是我辛辛苦苦签到的 没必要因为志气 毁掉了项目 我都把他 锁在公司给收购了 还吩咐下去 让他们照顾点小智 他怎么还这么忙 他想好好努力 和证明自己的能力 看来 基层果然能锻炼人 燕 我想向外界公布 我和小智订婚的消息 这样 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保护他 这么着急 想把小智取回家 从回了家就抱着电脑在忙 连饭都不吃 赶紧吃个夜宵 赶紧睡觉 几点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忙 哥 工作还没做完呢 没办法 时间紧任务重啊 你这个项目 这有点问题 甲方的话 可以携我们之前合作过的公司 我的好妹妹啊 最后还是被租给公 这 这样就对了 你快看点 林小姐你来了 听说您跟江总办订婚宴啊 恭喜啊 什么情况 林氏集团大小姐 与江氏集团总裁即将订婚 真是恭喜林小姐了 有个这么完美的未婚夫 真想不到啊 林芝被抛弃得这么快 像林芝这种攀龙富凤的人 被抛弃很正常 既然江总都已经把你抛弃了 就识相一点 以后离江总远一点 听到了吗 林芝 你聋了吗 以后离我的男人远点 你的男人 我和锦铃的关系 应该没必要和你们交代吧 林芝 要是让我知道你再勾引江总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这次任务能完成 多亏了锦铃的指点 还是买个礼物感谢他吧 可是我只有这么点工资 不行 给锦铃的礼物肯定得是最好的 还好我有老哥的付卡 给妹夫买点礼物 他应该不会介意吧 你好 这款腕表可以拿给我看一下吗 这位小姐 我们这可是顶级的奢侈品店 你买不起啊 就不要乱看了吧 这是你一个奢侈品店员 也有的服务态度吗 林大小姐 这不是林芝吗 哎 这位小姐 我们这今天刚到了一款新的腕表 你们要不要看一看 这款腕表就挺好的 介绍一下吧 这款腕表啊 是出自名人之手 腕盘是由天然水晶雕刻而成 腕带上更是相满了钻石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腕表 售价三千五百万 林书然 这款腕表是我先看上的 你先看上又怎么样 林芝啊 这款腕三千五百万 你买得起吗 就是了 林芝 也不看看自己一副穷酸样 这里可不是你一个小师医生 配进来的地方 我不配进来 还有林书然 你凭什么以为我买不起 就你那几千块的薪水 你连表带上镶嵌的钻石都买不起 还买什么腕表 林芝 识相一点 赶紧滚出去 不要影响了大小姐购物的心情 我偏不 店员 把这块腕表够包起来 林芝 买不起就不要装了好吗 以你的薪水 应该去外面地摊上转转 说不定也能有你买得起的东西 这么穷酸 哪有脸面镜奢侈捆店 还不赶紧滚出去 有你这么对待客人的吗 这个态度怎么了 兜里没有两个子 在这装什么大款 刷卡 把这块表给我包起来 像你这种底层的穷贵 卡里有钱 说你装还真装起来了 这款表三千五百万 可不是你一个实习生 就能买得起的 行了林芝 你还真在这打肿脸冲胖子 我买不起 那林大小姐 你买得起吗 废话 林大小姐怎么会买不起 整个临时集团都是她的 她就算把这里的东西全都买 也不在话下 既然林大小姐家事那么好 那就赶快把这块腕表买下来 也好让我黑黑眼镜 林大小姐出手有多扩重 你竟然是林大小姐 我们店今天刚到了很多新款 你看看 你要不要多买几款 好好 我就是随便逛逛 显摆一下 哪里来的钱买 林小姐 你看这款白色的腕表 特别称您的气质 你试戴一下吧 林小姐 这款表也太适合你了吧 林小姐 这也太好看了吧 也只有您 才配得上这么名贵的腕表 你看看 我要不要给您包起来啊 我再看看其他的吧 哎 林小姐 你看这款腕表多适合你啊 直接让店员包起来吧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再给我试试粉色的 呀 林小姐 您带这款粉色的更有辨识度哎 林大小姐 我觉得这两款表都适合你 要不然都包起来吧 算了吧 我其实都不是很喜欢 况且家里也多的买不下了 该不会是你买不起找的借口吧 是你穷孙不是我 那你买啊 把那款独一无二的腕表也买下来 反正你不差钱 不是 哪一款我都买不起 但我绝不能在林志面前丢礼 林志 我买不买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况且那款是腕表 我买了又没法带 可以买来送人啊 反正林大小姐买几款表 不是应该很爽快吗 那还用你说 区区几款腕表而已 林大小姐所用千亿资产 别说是几块万表了 就算是把店里所有的东西都买下来 也不在话下 是吧 林大小姐 林小姐 您看您要不要全部包起来啊 折后价才五千六百万呢 我 看你这么为难 该不会又是钱不够吧 开什么玩笑 我可是林氏集团大小姐 每张卡都是无限额的 那林小姐 您看您是要三款都要 还是挑点你喜欢的呀 我这就去给您包起来啊 当然是三款都要啦 像林小姐这样的身份 肯定是三款全要 对吧林小姐 林志 我虽然有钱 但也不是冤大头 要林志这个满身穷酸味的下等人在 影响我购物心情 我什么都不想买 哎 林小姐 你听见了吗 你影响到林小姐的购物心情 还不赶紧滚出去 哎林小姐 你别生气 我这回打电话 让保安过来 把她赶出去 林小姐这么着急走 该不会是买不起吧 林志 你说什么呢 林大小姐 你看她说话多难听啊 趁现在 我们把这些表都包起来 让她知道 她和你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我都说了 有林志这个满身穷酸味的下等人在 我不会买 快带几个保安 来明川金表 林小姐 你别着急 保安马上就来 林志 听到了吧 一会儿保安就来了 还不趁现在赶紧滚出去 免得一会儿面子都丢没了 我也是消费者 你凭什么赶我走 就凭你影响到林小姐的购物心情 让店内损失了一大笔订单 林小姐 该不会是买不起这三块表 所以故意想要赶我走吧 吸取三块表而已 买不起 全都给我包起来 林小姐 这边结账 我等会儿 先打个电话 哥 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钱 全都转我 书然 你是在外面出什么事了吗 怎么突然开口找我要钱 我有急用 你赶紧转我吧 书然 咱妈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急需用钱 我哪还有多余的钱给你 那你 能转多少转多少 林小姐 请出示一下银行卡吧 林小姐 你是不是拿错卡了 卡余额一直显示不足 怎么可能 林大小姐的卡是无限额的 是不是你的刷卡机坏了 这 确实显示余额不足啊 这两张卡一起刷 这 还是显示余额不足 这不可能 你是不是搞错了 林小姐 怎么可能余额不足 绝对不能被她看笑 消费不起 就不要怪品牌嘛 人家这个品牌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这个价格 堂堂林大小姐 怎么会没有钱呢 那么 到底是卡的问题 还是人的问题啊 你乱说什么 保安哪 怎么还没过来 林小姐 你别着急 保安马上就到了 为什么非要把我赶出去啊 我都说了 我也是消费者 既然她买不起 那么这款男表 给我了 店员 大家给我包起来 刷卡 你有钱吗 装得还挺像 还给我 拿这张没钱的卡 在这炫耀什么 林书然 你不要太过分了 刷吧 我倒是要看看 这张卡里有没有钱 支付成功 到账三千五百万元 竟然付款成功了 这位小姐 我这就帮您把这款万表包起来 怎么可能 你是不是搞错了 她穷到连几百块钱的咖啡钱都付不起 怎么可能买得起几千万的万表啊 你确定没搞错吗 林小姐确实付款成功了 不可能 林志 你哪来这么多钱 我怎么会有钱 用得着需要跟你交单 林志 你是不是被姜总给甩了 又换了金主 还真是水性娘花 我说呢 原来 又是靠出卖身体得到的钱 不过 你这也算是一种本事 只不过呀 太叫人恶心了吧 胡说八道什么呀 你们这是造谣 我哪句话说错了 这种万表卖给你 简直就是种耻辱 是啊 上一次 靠着勾引孙老板 得到了一张至尊会员卡 这一次 又是靠着哪位金主 得到了一张千万元的卡 你们胡说八道什么 这是污蔑 林志 有打量勾引人 没打量承认 你再怎么辩解 也改变不了 你烂到骨子里的事实 林淑然 是因为你自己没有 所以就诋毁别人吗 林大小姐 什么没有啊 用得着诋毁你 一个手脚不干净 只会勾引 有父之父的下贱东西吗 林志 听见了吗 这就是你和我的差距 法案很快就到了 你要是不想在 众目睽睽之下 被人赶走 现在给我赶紧滚 让我走 我看 该走的是你们吧 林志 你有什么资格 赶林大小姐走 这位小姐 整个商场都是 林氏集团旗下的产业 还请你马上离开 喂 立刻派人来 明创金表店 开除这家 奢侈品店的店员 永不路远 你以为你是谁啊 林大小姐在这 你也配开除我吗 林志啊 我还在这呢 你耍什么正主威风 法案呢 快打电话 让他过来 把林志赶走 法案快点过来 明创金表店 赶紧把林志 给我赶出去 免得玷污这么高端的店 我可是在店内 消费过的客人 你们谁敢赶我走 消费过来又怎样 谁让你得罪林大小姐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把他赶出去 放开我 我倒要看看 今天走的到底是谁 林志 你脸皮怎么会这么厚啊 保安都赶不走你 如果我是你啊 早就捂着脸跑了 他还能这么淡定的 在这待下去 我不淡定 难道应该像你一样 在这里大吵大闹 如此吵闹 玷污这么高端的门店 牙尖嘴利 你们都是废物嘛 连个女人都赶不走 放开我 你们都在干什么 你们敢敢冒犯林小姐 不是店长 这位才是林小姐 那个只不过是一个 玷污门店的人 你给我闭嘴 这个有眼无珠的东西 你现在立马给我收拾东西滚蛋 很抱歉林小姐 给您带来了不好的购物体验 她 她是林小姐 她不是 难道你是 这位女士 我想你应该是认错人了 林小姐的宠物 我可不敢当 我只是来店里消费的客人 真的林小姐 在闹 是 像林芝这种水性洋花的人 怎么可能是林氏集团的大小姐 林小姐 您不能坐视不管啊 快向店长求就行 让我留下来啊 我又不是真的林小姐 哪敢替你求情 我完全是按照您的要求来的 赶走它也是您的意见 现在要开除我 您可要帮帮我 林小姐 像你这种捧高踩低的店员 把整个门店搞得乌烟瘴气 以后再也不要出现 林小姐 怎么着 你是要自己收拾收拾东西离开呢 还是要我们的人来 我只不过是在维护门店 赶走一个冒犯林小姐的人 我做错什么了 啊 我来告诉你 你哪里错了 贱人 要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会被开除 闭嘴 你这个贱人 到现在还敢对林氏集团大小姐不敬 她是林小姐 那 刚才那位是 刚才那个是假的 这位 才是真的林大小姐 原来 这才是林小姐 我刚刚 冒犯了林小姐 完了 还不赶紧滚 林小姐 求求你 我以后再也不捧高踩地了 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求求你 不要坏手 在我之前 这种捧高踩地的事情 你应该也没少做吧 身为店员 你应该把每一位客人 当成上帝一样对 对所有客人一视同仁 这里不需要你这样的店员 说是说东西 离开吧 林小姐 求求你 不要开除我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林小姐 店长 以后像他这样势力的员工 不准再找 是 林小姐 林大小姐 你说 那个店长为什么执意要把店员开除 难道 真的是林之教育 怎么可能 那是为什么 服务行业肯定是尊重顾客为主 我早就听说那个店员服务态度不好 所以我今天就想过来看看是真是假 真没想到 他竟然还是死性不改 所以我就让人过来把他开除了 原来是林大小姐叫过来的 不过那个店长他演的可真像 却更不认识一身 反倒对那个林之毕恭毕敬 不知道 还以为那个林之是林大小姐 你懂什么 像林之这种天天骑电动车上班的人 怎么配得起林小姐的称号 也是 林之真是穷到骨子里 整天就知道购三大四 这次竟然为了钱 连尊严都不要 谁知道他竟然会是这种 恬不知识的惯三 还和我们在同一个公司 真是货义气 林大小姐 你说他刚才买的那款男士万宝 是送给谁的呀 林之 你买男士万表 是不是要送给为你花钱的老男人 你胡说什么 林之 靠勾引老男人得到的钱 花下来是什么感觉 你别乱说 我的钱干干净净 从来都没有勾引过谁 你们说话够放尊重你 干净 别开国际玩笑 靠身体挣钱呢 不丢人 就是注意安全 别染一身病 林小姐 你家这么有钱 整个商场都是你的 怎么逛了这么半天 还是两手空空 什么都没有买 我只是没有喜欢的而已 况且我家里也多的事摆不下了 也没看到什么新品 所以我就没有买 林之 你对林大小姐的财富一无所知 普通人想在这里面买一两件东西 已经很不容易了 可是林大小姐呢 她家里已经多到百个价了 哪像你啊 想买一件东西还要靠勾引老男人 是吗 可是我听说 这些大牌奢侈品上新的时候 可都是亲自送上能够人挑选的呀 怎么林大小姐还用得着 亲自来这里看新品 你在开什么玩笑呢 林小姐从小就紧抑郁时 不像你到处勾三打四 对了 你刚才买的那块万表 是要送给谁啊 林之 你不会是想趁着江氏集团请公宴 把万表送给江总吧 你怎么知道啊 林之 江总可不是你这样的女人 就能勾搭上的 拿过来 想勾引我男人门都没有 怎么 林小姐光天化日之下还想明抢啊 江总可不会被一个万表打动 她的心里只有我一个人 对啊 你是入不了江总的眼的 听说了吗 等会林总要来公司视察 听说是要了解一下项目的事情 听说了听说了 林大小姐 他们都说你哥长得特别帅 不知道以后谁有福气嫁给他 林大小姐 等一会儿你哥来了 我得提醒提醒你 他的手段不妨可不行 完了完了 林总竟然要过了市场 那我的身份肯定会暴露的 林大小姐 提醒一下林之 等你哥来了以后 让他离林总远一点 林之 你最好离 我 我哥远点 林书人真是太把自己当林小姐了 林之 听见了吗 一会儿林总来了 收手你的小心思 林家的门啊 可不是你这种水性洋花 高三大四的女人可以进去的 林大小姐 你怎么有点心不在焉呢 是啊 林总可是出了名的宠媚狂妄 阿来 你不应该很高兴才对吗 我很高兴 林大小姐 等林总来了 你要在他面前替我们都美言几句 说不定还能摘点你的光 升职加薪呢 别做美梦了 这次林总过来视察 只是来视察我们和江氏集团合作项目 林之 你可别给我整什么幺蛾子 否则 别想在公司给我待下去 主管 项目一直是我跟进的 什么叫项目你跟进的 冰冰是林大小姐一直跟进的 你一会儿在林总面前可别跟我乱说话 听到没有 凭什么 项目从一开始就是我接受的 你虽然什么都没有做 为什么功劳是他的 凭什么 就凭林大小姐是林氏集团的先进 而你是一个小小的实习生 这不公平 我会把事情都告诉林总 项目是我负责的 林之 你别不知好歹了 把他给我关起来 免得影响到林总的视察工作 把他关进仓库 你们 等林总视察完毕 再把他放出来 放开我 你们想要干什么呀 放开小枝 谁给你们的胆子 让这样动小枝吧 林总 护着一个水向洋花的女人干什么 公司就是这么培训员工的忙 现在立马向小枝道歉 然后去财务领工资吧 林总 你千万不要开除我 我现在就向他道歉 林之 对不起啊 还有你啊 你没有做错吗 林总 我身为领导 你让我向一个员工道歉 林氏集团起下 不需要你这种 对员工不尊重的官吏仓 现在就收拾东西去 林 林 林总 我这就道歉 林之 对不起 那才冒犯你 没关系 反正我刚才也没有吃亏 既然小枝愿意原谅你 那就把欺负小枝的员工 彻免职位重新培训 林大小姐 你快求求醒了 我们不能重新培训 林总说什么就是什么 小枝 跟上 林大小姐 林总为什么会替一个实习生说话啊 是啊 林大小姐 只有您给我把他给开除了呀 都是他害的 害得我们又要重新开始培训 我哥一向很看重林之跟进的项目 等这个项目结束 我一定会让我哥开除林之 林大小姐 您就帮我们求一求林总吧 我们在这个岗位 莫爬滚打了好几年 才有了现在的成就 我去求情也没有用 我哥一向分担情 小枝啊 我来之前都吩咐过了 让他们好好照顾你 他们怎么还敢这样做 那是因为他们认错人了 把林舒染 当成林氏集团的大小姐 都怪你 非搞什么特殊对待 原来是这样 好了 都是哥的错 我一会儿啊 就告诉他们 你才是真正的林氏集团大小姐 现在可不行 眼看我跟进的项目都快结束了 你在这个结果眼上公布我的身份 那我之前受的委屈不都白受了 什么 之前还受过委屈 看来是时候让你们公司的人员 彻底调动一下 你等项目结束再调动吗 眼看我在基层锻炼的也就差不多了 你要是现在一搅和 我还怎么在基层锻炼 好 都听你的 等你项目进行完了再说 行了吧 走吧 那边 以后都好好工作 像今天这样的事情 下不为例 林总慢走 林总慢走 林志 你到底又用了什么手段 让林总这么向着你说话 林志 你最好说说你那下三滥的手段和心思 别以为我哥这次向着你 你就能借势进我们林家的门 你胡说什么 我只是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林志 谁不知道 你分内的工作还包括勾引门呢 知森当森啊 你少胡说八道 胡说 没做过 那你急什么 林志 你最好安分你 林总可不是你这样的人能包攀得起的 林大小姐不是说了 林总一向公司分明 单独找林志 可能就是因为工作 常乐乐 你怎么向着她说话呀 你是不是不知道公司是谁家的了 当心得罪了林大小姐 她把你开除了 你冲她发什么火 我去找林总 完全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 不过 倒也多亏了林大小姐 做不好项目 不然我也得不到林总的青睐 最好是这样 要是让我知道 你动了不该动的手段 和心思 我一定会让你鼓出鼓 锦林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补偿我的约会啊 我在丽京酒店定了位置 但是怕打扰到你 就迅速过来接你 那我们快走吧 不然被那些同事看到 又该说三道四 怎么老是不记得寄安全带 小致 出入之场 感觉怎么样 还行吧 吃苦耐劳 总是要磨练一下自己的 小致真是长大了 来 干一个 乐乐 你想吃什么 随便点 我请 谢谢林小姐 我 林小姐 那不是林芝吗 怎么和江总在一起 林芝这个贱人竟然勾搭江总 林小姐 我们要不要过去 帮众揭露林芝 知三当三的面目 好让江总离她远一点 要是过去 冒冷林小姐的身份 不就暴露了 林芝不是说了吗 只会和江总 有工作上的交集 再说咱们这个项目 马上也快结束了 说不定林芝和江总见面 也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 林小姐 你还是得有些防备心的 免得被林芝 钻了空子 我知道 如果林芝敢勾引江总 我一定不会放过她 大家先填一填 手里面的工作 我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这次呢 咱们和江总合作的项目 完成得非常好 林小姐 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将会得到江氏集团的表彰 我感到一直不相信 我自己的影响 这次 可得好好让她讲理我一下 舒染 这次你代表的 可是我们整个公司 一定要在江总面前好好表现 放心吧主管 这个项目明明是我一直跟进的 林舒燃怎么成了项目负责人啊 这个项目 一直都是由林小姐负责的 你只不过是出了那么一点小小的力而已 怎么 就想得到江总的表彰 项目是我熬夜赶出来的 林舒燃她什么都没有做 凭什么白拿我的劳动工了 就凭我是林氏集团的大小姐 你所在的公司是我的 你帮我完成项目 难道不是你的本分吗 就是 当初项目就是林大小姐接管的 你只不过是参与了而已 怎么 你还想抢林大小姐的功劳啊 公司都是林小姐的 你只不过是林小姐手下的一个员工而已 替老板出力 不是应该的吗 你们太过分了 行了林芝 别吵吵了 林小姐 愿意给你这次锻炼的机会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非但不感谢林小姐 还想抢林小姐的功劳 就是啊 林芝 你别得了便宜 还卖乖 谁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 故意在江总面前显摆自己有多厉害 引起她的注意是吧 少胡说 在这电脑什么黑白啊 你别以为你跟江总在一起吃饭 我们不知道 你就是假借着项目的由头勾引江总 林芝 以你这样的行事作风 根本不配在江市集团庆功宴上获得表彰 你还是乖乖待在家里比较好 既然林小姐都发话了 那么林芝 宴会 你就不用去了 名单上 也不会有你的名字的 这个项目 是我熬夜赶出来的 你觉得 我会轻易拱手让人 你人都进不去 就别纠结功劳不功劳的嘛 功劳只能是我的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最后功劳 到底是谁 这就是江市集团 办庆功宴的酒店吗 也太豪华了吧 你上次的曼月酒店 还有豪华 江总可是带我去过 比这更豪华的地方 林娜小姐 主管来了 您追基地还挺实趣 真的没来参加庆功宴 宴会的名单 都没有她的名字 就是她来了也进不去 那岂不是自诩其辱吗 像她那种穷酸鬼 来了也只会丢人现眼的 好了 我们进去吧 您知怎么会来 而且身上穿的 全部都是大牌 我说过 我的功劳 不会让你独占 你连门都进不去 别叫嚣了 等会保安把你拦下 丢人的又不是我 是吗 我倒是要看看 林芝今天怎么进得 去江市集团的庆功宴 林小姐 里面请啊 你们怎么回事 那人根本就没有出现在名单上 凭什么放她进去 她是林小姐 就算不在名单上 也能进去 就她 也没林小姐的称呼 睁大眼睛给我看清楚 这位就是林市集团的林大小姐 大小姐 她又不是大小姐 我们还是赶紧进去吧 好险 身份差点被拆穿 也不知道林芝这一次 又是勾引到了哪个老门人 保安竟然敢这么对我们 谁知道呢 她手段高着 我觉得林芝应该是凭借工作能力进去的 常乐乐 你竟然敢帮林芝说话 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林大小姐 跟这种吃里爬外的家伙 一般见识干什么呀 今天 你就可以获得僵尸的表彰了 应该高兴才对 说的也是 下面有请江总 为大家宣布 今天获奖的项目负责人 我宣布 这次获得项目嘉奖的负责人是 林书人 怎么回事 这个项目不是林芝做的吗 我宣布 这次获得项目嘉奖的负责人是 林书人 怎么回事 这个项目不是林芝做的吗 江总 这个项目一直都是林大小姐负责的 你确定 我确定 这个项目一直都是林大小姐跟进 至于林芝 她什么都没有做 是啊 江总 林芝她只不过是一个小小实习生 她怎么可能为完成这么优秀的项目合作 这个项目是我亲自知道的 怎么可能会是林书人做的 江总 我确定这个项目就是林小姐完成的 到底是谁做的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江总 项目方案是林芝做的 这个项目 明明就是林大小姐完成 是的 这个项目就是林大小姐完成的 她不是您的未婚妻吗 项目的确是我未婚妻做的 小植 上来领奖 什么 林芝 竟然是江总的未婚妻 林大小姐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位是林氏集团的千金 也是我的未婚妻 更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我的天啊 林芝原来才是林氏集团的大小姐 我竟然把她做以为 还那么对她 我竟然一直帮着一个假货 去侮辱林小姐 完了完了完了 上次是员工培训 这一次一定把工作给丢了 你一输人 这都是你害的 你有什么资格去冒充林小姐 林淑然 我的功劳 可不是一个你就能抢的 项目是我日日夜夜赶出来的 你以为林小姐的身份占走 是不是认不出自己的身份 你一定是假 我才是真的 你发什么疯 林淑然 之前忍让你 是因为我要在公司阶层锻炼能力 现在 梦 该醒了 林芝 你觉得你有多高贵 你不照样被我那样欺负吗 公司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种人 才会被搞得乌烟涨气 一群势力 拉帮结派 对身份高贵的人 尽显缠媚 对实习生 又是另一副罪例 公司的风气 都被你们带坏了 林淑然 这一切都是你指使我们做的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啊 我身为林小姐的时候 你对我可都是毕恭毕敬 我现在身份暴露了 你就对我落井下石 你又比我好到哪里去 我们都是被你利用的 江总 林小姐 我们知道错了 你们大人有大量 原谅我们的一次吧 你以为 你们又能比林淑然好到哪儿去 只会对身份高贵的人 无脑追捧 而对实习生 这帮人留在公司也是祸害 开了吧 江总 我们知道错了 不要把我们开除 你捧高踩低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你们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工资 我会让财务打到你们卡 林大小姐 江总 求求你不要奉杀我们 为了今天这个位置 我真的付出了很多努力 林小姐 我很早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能不能不要开除奉杀我 不要奉杀我 你这样我们以后要怎么少工作呀 可以不奉杀你 但是 你也别在公司待下去 不要江总 不要 明知 你有什么好装的 要不是仗着出身好 你什么都不是 林淑然 你少发疯了 我的能力 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下面也是我做成的 你呢 只会利用林小姐的身份 做威作 能力 你一个本科生 哪有我国外留学能力强 除了背景 你哪里都不如 本科生怎么了 项目不还是本科生做出来的 你呢 又做了什么 都是因为你 是你毁了我现在的一切 林淑然 都是因为你自己 执迷不悟 沉迷在同事的吹捧 认不清自己的身份 你会走到今天 全都是你自己一手交召的 来人 把林淑然带下去 这辈子不准踏入江城办法 不要林小姐 我知道错了 我不能被赶出江城 这都是你旧由自取 怨不得别人 林淑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喂哥 怎么了 舒然 咱们怕病情又加重了 需要钱做手术 上次我把钱都转给你了 现在手里实在拿不住钱 你看 能不能先给哥转点 我现在拿有什么钱 现在工作也没了 都怪林淑那个贱人 舒然 咱妈的病情经不起耽误了 再晚 再晚就会出事了 需要多少钱 差不多需要几十万 我先装给你几万 你过去应急 明知 我能有今天都是因为你 我一定让你跟我一样 身败浓烈 喂 给我找几个混混 价钱随便看 她 把她给我抓过来 好嘞 别动 你们干什么 绑个架呀 我们可是大老醋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你知道我是谁吗 敢绑我 是不是不想活了 当然知道的 林大小姐吗 知道我是谁还敢帮我 你要让我哥知道 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就因为你是林氏集团大小姐 这么肥的肉票 兄弟啊 这次我们可赚大发了 放开我 救命呀 小植呢 你们谁看见她了 林总 林小姐早下班了 喂 锦灵 你来公司把小植接走了 没有啊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我来公司接小植 林静的她人啊 您先查一下 公司附近的监控 我马上过去 别动 给我把我实在 给我实在 我实在 林志你毁了我 害我失去了工作 还被赶出江城 你真开心 林书人 你冷静一点 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方 还不都是因为你自己吗 都是因为你 没想到吧 你最终还是落到了 我的手里 林氏集团的千金 又能怎么样 不还是被我踩在脚下 林书人 你想要什么 我都给你 叔伯 你要是敢动我 我哥和锦铃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已经被你害成这样 要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至于丢了工作 两妈的腰背的凑不及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还不都是因为你的虚荣心 暴敛了我的身份 落到今天的地步 还不都是因为你的虚荣心作孙 今日 你都落到了我的手里 还敢胡说八道 我信不信我杀了你 信不信我杀了你 行了吧 我们都是为了钱 你要是把他打出好歹来 那就不值钱了 你想要钱 你要多少 我都可以给你 真的吗 想要多少给多少 是的 我的银行卡是不限额的 只要你放了我 让我安全地回去 到了银行 你要多少我都去给你 他能有什么钱 林氏集团可是归林燕安管 你别被他给骗了 是啊老大 我们直接叫林总要钱得了 林氏集团那么大 不说我肯定破床 林燕安这么喜欢他妹妹 肯定有多少给他多少了 兄弟们以后啊 发达了啊 哈哈哈哈 他家被你给骗了 快点给你个打电话 把苏金给我送过来 小只好像被绑上了 一辆面包车 没有车板 都怪我 要是我早去一会儿 小只就不会被帮揍了 你别自责了 这个混混 如果是图钱也好 怕就怕 他们定有所图 咱们俩赶紧去查 不能让小只有一点意外 喂小只 是你吗 你怎么样 你还好吗 他好着呢 没想到吧 他落到了我的手 你是林书人 林总还想着我呢 送五千万现金过来赎他 你让小只接电话 确认他安全后 我立马给你送 说话 告诉你哥 你现在很安全 哥 我没事 听到了吗 你把现金给我送到 长春路的公共厕所 我拿到钱 我就会把人给放了 你要是敢报警 你这辈子 都别想再见你的好妹妹 林书人 我告诉你 你要敢动小只一根海蟒 我就让你将辈子都出来 让诚 我现在做这些 都是你们逼我的 是你们坏了我 别跟我废话 赶紧把钱给我送过来 你送的越晚 你的妹妹就越危险 怎么样 小只在林书人手里 让我送往千万 送到长春路的公共厕所 全是林书人 胆子真大 我们要快点 越满小只就越危险 这样 你去准备钱 我交叉林书人 感动小只 出不了疆 明智 你是不是也没有想到 会有这一天啊 我哥哥一定会找到我的 现在放了我 还来得及 放了你 你哥和江总会放过我 别开玩笑了 等我拿到钱 也会毁了你 我看看你到时候 怎么嫁给江总 喂 哥怎么了 书人 咱妈被送进抢救室了 现在要交手术费 现在情况很紧急 我手里的钱全都交了 还差几十万 我们马上就能拿到钱了 你也先别着急 妈的医药费 我一定能凑齐 书人 你可要快点 咱妈真的等不及了 林志 这一切都怪你 要不是因为我被行业封杀 被赶出江城 我也不至于找不到工作 连我妈的医药费都凑不及 难道你不考虑自己的问题吗 我没有什么问题 所有的素质会关到我头上 我可是国外留学生 每个年薪足够把我妈的病治好 可是现在被你害得跟过节老鼠一样 所以 你绑架我 只是为了你妈妈的医药费吗 不是 绑架你不只是因为想治好我妈的病 更是因为 更是因为我要毁了你 让你也尝尝 银沟里老鼠的滋味 林书人 你放了我 我可以让你回去继续工作 这在尊心的干什么 我就是要让你付出代理 怎么钱送的这么办呢 是啊 都等多久了 我都混死了 急什么 五千万 我得需要点时间 林芝长得真不错啊 林小姐 你可是说过了 只要我们把她绑了之后 只要兄弟们乐呵乐呵 这名总还没有过 让我们先快活快活 现在钱还没有拿到手 你们谁也不能动 林书人 我已经把钱送到你说的地方了 行 你在附近的公园等着 等我拿到钱 就把林芝给放了 你让我见见小事 见 我都说了 等我拿到钱 就会放了她 你要是再废话 我就对林芝动手 你们几个 去拿钱 都给我谨慎点 林总可不是什么一般人物 行 搁几个 拿完钱 咱们搁几个 也快活快活 走 走 林芝 等我一会儿拿到钱 你就自求多福吧 林书人 你想要多少钱 我都给你 你把我放了 她就随便你开 好听的话 谁不会说 林芝 我就是要你下地狱 我就是要你身败名裂 让你从林小姐 高贵的身份跌下来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 林书人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你现在把我逼上前路 我只能拉你一起下地 林书人 你会后悔的 后悔有什么用 这都是你们逼的 凭什么你有林总 那么好的哥哥 还有江总那样的问婚夫 不过很快你就会没有 你什么意思 我找的这几个混混 可是玩死了好几个女 你也不会例外 我哥哥一定会来救我的 江总 林书人的语气 我已经调查清楚 她母亲重病在床 急需用心 绑架林小姐 可能是需要凑齐医药费 她母亲在哪个医院 人和医院 马上手术了 我们要过去吧 背车 去医院 是 你们怎么回事 怎么还不回来 林小姐 我们被云跟踪了 我刚把他们甩掉 马上就到 是林总的人吗 那肯定的 除了她还有谁 你们不会出意外 这怎么可能 我们长年该绑架了 林小姐 不要质疑我们的能力 好了 我们先挂了 是我哥哥抓到他们了吗 你太高 姑女哥的能力了 都已晚上成了 还没有人来找你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不可能 就算我哥不来 锦丽也会来救我的 人没想到啊 这肉票这么值钱啊 真反来了 这下午都给安享晚年了 林小姐 谢谢 来 这份给你 行了 人交给你们了 我先走了 别走 回来 别说人 这次啊 转大吧 不仅有钱 就要还有你的人 老大 我们别先了 肯定老大先来啊 对对对 美人我来了 我要 美人我来了 我看 老大 大人 大天老子 你是活腻了吧你 说 小植子 不然你母亲今晚 别想活着下手出台 法治社会 你还能随意决定 别人的生死啊 在僵持 就没有我做不到的 你说还是不说 舒染 你来了 这到底是怎么了 我不说 我就是要拉着 林芝一起下地狱 林舒染 你真不怕死吗 江总 我不知道舒染 怎么得罪你了 让她是个好孩子 求求你 放了她 好吗 我不知道 林芝在哪 林舒染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江总 你冷静静 去 你赢掉林舒染母亲的手术 不要啊 江总 听这手术 我爸会死的 舒染哪里得罪你了 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江峻 你还真以为 你在江城可以支手折天 我就是支手折天 你今晚要是告诉我 小植子下 说的就是死亡通知书 你少瞎唬 根本不可能 你有什么权利 决定别人的生死啊 医生 手术成功吗 医生 手术成功吗 手术暂停 得罪谁不好 偏偏得罪江总 江总 我说 我说小植在哪 说 在哪 在江城外 往北十里外的 一个飞机工厂 你在这待着 要是小植没在飞机工厂 马上听到手术 一定在的 能不能救我妈 赖上林书人 手术继续 放开我 钱都已经给你们了 又快放了我 放开你 我们可是绑匪 钱和人我们都要 救命啊 救命啊 性子挺烈啊 哥几个 我们一起尝尝 千金大小姐的资本 你就别做无谓的抵抗吧 乖乖从了我们 也可以少受点罪 千金真漂亮 来宝贝 让我骑狗 不开 我哥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哥 你哥连我的车都跟不上 你放心 等我玩够了 我们就把你给放了 兄弟们 开始吧 别管 救命啊 救命啊 多吵 小致 没事吧 哥 把他们碰过小致的手 都给我断了 江总 我们错了 都是林叔的 让我们报家林少姐的 江总 都是她一手撞话的 我们只是拿钱办事 匪钱迷了心志 你们谁我都不会放过 拉出去 别脏脑的意 走 小致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小致 都怪哥去得太晚了 才让这帮户门绑了你 哥 你怎么才来啊 他们那么多人欺负我 没事 哥在呢 让我看看 有没有受伤 疼不疼 不疼 只是一点擦烧 林总 她怎么处置 小致 你觉得林叔人 该怎么处置 林叔人真是太过分了 竟然敢绑架我 绝不能轻易扰了她 不然 就把她交给警察吧 交给警察 未免太便宜她了 小致 是个心肠歹毒的女人 绝对不能轻易放过她 那 你们觉得 该怎么追 尝你们的 别折腾碎 好的江总 不要 江总 我放下李治 只是想索取钱财 去救我妈妈 但是 如果我欺负李治 我是绝对不知道的 真的跟我没关系 你胡说八道什么 明明是你让她 救护我欺负我的 林叔人 你总是会把黑的 说成白的 林叔人 你做的那些脏势 催不到别人身上 你 你 你确定毁了我 你闭嘴 这一切都是你活该 跟小致 把你关心没什么 为什么你们一个个 都那么关心她 别什么都围着她转 我呢 我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林叔人 这都是你自找的 要不是你暗不虚荣 如果你能在公司里 脚踏实地 不受那些人吹跑 不会沦落至此 还没有用着干什么 拉出去 好的 江总 李治 李治 我真的错了 你看在往日同事的份上 你求求江总放过我吧 林叔人 你明明中间有那么多 可以悔过的机会 可你偏偏执迷不悟 你现在 有谁能帮得了你啊 林志 你听我说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妈妈现在病重 就要照顾 你能不能可怜可怜我 帮我这次吧 最后一次 我以后真的不敢了 林志 我被混混欺负的时候 你也没有帮过我 现在 凭什么让我来帮你 林志 我知道错了 连个女人都带不出去吗 好的 江总 林志 你就放过我吧 求你了 林志 你先去医院 处理一下伤口吧 没事 这点小伤不用去医院 不行 去医院 走 走吧 医生 她这伤口会留疤吗 医生 绝对不能留疤 女孩子留疤就不好看了 就是一点擦伤 简单处理一下就好了 要是晚了一步 晚来不会更严重吗 你刚才不是说擦伤吗 你们倒是听我说完呀 我是说啊 晚来一步 伤口就愈合了 没事啊 好了 没事的 我都说了 不用来医院的 喂 爸 怎么了 延安 小致找到了没有 已经找到了 放心吧 他在医院处理伤口呢 一会儿就回去 好好好 那你们抓紧时间回来 爸爸有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们讲 好 延安 小致累了一天了 你先带他回家休息吧 好 那我们先走了 我回去了 记得想我 哦 小致 爸说 回去之后 有重要事情跟我们说 他能有什么事 公司的事情 不都是交给你打理的吗 难不成 你咱俩找了个后妈 乱说什么呢 咱爸是那种人吗 妈都去世几十年了 也没见爸再找 那还能有什么事 别乱惨了 走吧 爸 这是 你们回来了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宋阿姨 人特别善良 以后啊 她就是你们的妈妈 什么 爸 这是 你们回来了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宋阿姨 人特别善良 以后啊 她就是你们的妈妈 什么 什么 妈想找个好日子 跟宋阿姨去领这 爸 那宋阿姨旁边这个女孩 该不会 是你的四生女吧 别乱说话 这是宋阿姨的女儿 她叫西西 以后啊 她就跟咱们姓 叫明西西 爸 我觉得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啊 宋阿姨 人这么善良 她也会好好地带你们 你们俩以后 也成了 母妈的孩子了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带你们到 听小海说 你们从小就没有母亲 我一定会 补偿你们缺失的母爱的 哥哥姐姐好 如果以后有做到不对的地方 请多多搬带 爸 您不说 多关心关心小枝 回来就介绍宋阿姨 你不是告诉我 小枝 挺好的嘛 您对小枝一点都不伤心 对她这么伤心吗 混蛋 小枝这么好好的吧 爸 您开心就好 我先带小枝 上楼休息去 你 爸真是的 这个时候 给咱俩带来个后骂 没想到 还真让你给猜对了 爸为咱操劳了半辈子 既然太乐意 咱们也就别说什么了 也好 你好好休息 这几天就不要去公司了 嗯 好好休息吧 燕 小枝 尝尝 你宋阿姨 做的菜 这几个菜啊 都是我的拿手好菜 姐姐快尝尝 嗯 味道真不错 孙阿姨辛苦了 喜欢就好 哎 对了燕 你看呀 我们家西西 刚毕业 还没有工作 能不能在公司 给她安排个实习啊 是啊 延安 这西西 也是名校毕业的 去你公司 也不取财吧 爸 咱们临时集团 从来就没有走后门的限定 所有的员工 都是靠着自身的能力 才进的临时集团 延安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一个西西安排工作 就这么难吗 小海啊 既然不行 就别为难延安了 还是先吃饭吧 对啊 没关系的吧 我在别的公司 也可以找到实习 只不过 我出入职场 怕被别人欺负 哥 要不然 就给他安排一个职位吧 哥不会破例 让他进公司的 你必须给他安排工作 爸 他想进临时集团 就靠自己的能力进 哎呦 我吃饱了 混账 我排养你这么大 没关系的吧 别生气 气坏了身体 哥哥既然不想让我去 那我就不去了 小枝啊 你和你哥最亲 西西呢 也是名校毕业的 运你哥公司 最起码 他不会受别人的欺负 好 我会跟哥哥说的 嗯 还是小枝懂事啊 来 吃饭 林伯伯 哦 景林啊 伯父 我给小枝带了些补品 虽然都是小伤 但也要好好补一补 谢谢 来 景林 坐坐坐 来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你宋阿姨 这是宋阿姨的女儿 林希希 宋阿姨好 这位是江氏集团的总裁 江景林 江哥哥好 这些菜 都是我妈亲手做的 你快尝尝 来 江总一表人才 身边的追求者 一定很多吧 若没有合适的 你看看我们家希希怎么样 宋阿姨 我已经有未婚妻了 是吗 有我们家希希好吗 小枝 就是景林的未婚妻 真是很早就定下的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小枝是她的未婚妻啊 姐姐 妈她不是故意的 你别往心里去 没事 吃饭吧 真羡慕姐姐呀 能有江哥哥 这样优秀的未婚夫 不用羡慕 你这么优秀 将来的未婚夫 一定也很好的 不知道以后 能不能找到一个 像江哥哥这样优秀的未婚夫 一定会的 小枝 我给你带的补品 一定要记得吃 好 我会的 江哥哥对姐姐可真好 景林啊 一直对小枝很好 无微不至地关怀着 来 先吃饭 吃完饭再聊 妈 我觉得江哥哥挺不错的 要是能嫁给她 我们就能想一辈子福气了 江祖确实不错 可是现在 我们还没有在林家立足 嫁给江祖 还是有点难度的 况且 还有林芝这个阻碍在 林芝 我一定会让她滚出林家的 江哥哥必须是我的 希希 我们现在 还没有在林家立足 最好还是安分守己一点 爸不是挺喜欢我们的 现在林氏集团 可是归林燕安管 你爸他什么也没有 喜欢我们又有什么用 希希 你还是得进林氏集团 只有在林家立足脚 你才有机会嫁给江祖 是 但现在 林燕安根本就不喜欢我 怎么可能会让我轻易地 进入林氏集团 我会再跟你爸说说 让你进公司 燕安 在公司给希希安排一个职位 她刚毕业 找工作又很困难 爸 我说过的 要想建林氏集团 就凭自己的能力 尽量的 妈 我在公司 连个安排人的权力都没有了 今天你必须安排个职位 爸 您别跟哥生气 既然哥不愿意 我们走就是了 我去别的公司实习也可以 当初 小植去别的公司实习 你是极力地阻止 咱们到了希希 你就再三推脱 是不是没把希希 当做咱们自己家的人 爸 小植是有能力 进到集团里面的 她做的项目 已经获得了 江氏集团的表彰 你是想让老子求你 是不是 让希希进公司 有这么难吗 爸 算我求你了 您别坏了 林氏集团的规矩行吗 如果我安排她进公司 底下的员工会觉得不公平 嗯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就先让 她从最基层做起吧 谢谢哥哥 哥哥最好了 希希 好好工作 做出点成绩 给你哥看 公使 还能体现你的价值 爸 我一定会做到的 嗯 那我先回去了 记得 好好照顾希希 哼 徐助理 哎 带她去办入职 明天正常上班 林小姐 这边请 希希希啊 明天去林氏集团实习 有不会的地方 去问你哥 哥 你同意让林希希 进公司啊 爸非得让她进 我能有什么办法 爸 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努力 绝对不会拖公司后腿的 希希乖 小枝啊 明天 我把你调到总部去吧 以你现在的能力 完全能胜任 主要是我怕你再出意外 小枝啊 去总部工作 有你哥照顾你 我也放心 那好吧 林小姐 来 这边请 林小姐 这是你的工位 主管 那我的工位呢 你的 在那儿呢 林小姐 您先工作 嗯 林大小姐竟然和 妓女一起来公司实习 也不知道谁的能力更强 我觉得吧 林小姐的能力更强一点 毕竟 她得到过 僵士集团的表彰呢 听说 林希希刚大学毕业 是通过走后门进来 她肯定比不过林小姐 敢这么阴谋 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 这个是公司的项目 林总交代给你做 一周之内啊 把它完成 完成不了 去人事办离职好了 主管 我保证完成任务 哥 为什么林希希刚来公司 就能跟进项目 而我只能做最基础的工作 我想让她自己提离职 到时候爸也不好说些什么 原来是这样 可是 爸这么喜欢林希希 不会轻易让她离开 林氏集团的 以林希希的能力 在林氏集团待不了多久的 哥 你不喜欢林希希吗 林氏集团从来就没有 靠走后门进来的缘 我不想破零 可是 一开始我也没有什么能力啊 你不也非得让我在林氏集团工作 小枝 你不一样 林氏集团也有你的一半 明目张胆的偏心 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妹妹 不偏心女 偏心人 林希希 下午做得怎么样了 下午就要提交了 马上就完成了 下午保证能交给林总 那我下午过来拿 希希 去吃饭吗 我的项目还没有完成 你们去吧 那好吧 那我们先去吃饭了 林氏 我看你还怎么受同事们的吹捧 希希 你在找什么 项目方案不见了 马上就要交了 啊 那咱们帮她找找吧 林小姐 林希希的项目方案 怎么在你的工位上 竟然都被撕毁了 姐姐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那你也不能撕毁 我的项目方案吧 林希希 你少诬蔑我 我根本就没碰过 你的项目方案 姐姐 我在林家 已经够小心翼翼地 努力去讨好你了 为什么还要这么对我 林希希 你胡说什么啊 还有 你在林家谁亏待过你了 林小姐 你别狡辩了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项目方案 可是在你的工位找到的 是啊 林小姐 虽然林希希 不是林家亲生的 但是你也不能 这么欺负她吧 那些还是不要 这么说姐姐了 要是让燕安哥和爸知道 肯定会责怪我的 大不了 我辞职就是 林小姐 你也太过分了吧 希希这几天的表现 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 你该不会为了 把她赶出公司 采用这么 龌龊的手段吧 林希希啊 项目做得怎么样了 林总那边可是已经催了 主管 我的项目已经做好了 但是姐姐偷走 还被给撕毁了 我一会儿就收拾东西 去人事办离职 林希希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是我偷走你的项目方案 林小姐 都人赃病祸了 还需要什么证据啊 姐 我知道我在这儿爱你的眼 你想把我赶走 可是项目方案 我付出了大量心血 怎么能说撕毁就撕毁呢 够了 林希希 少在这里污蔑人了 我哪敢污蔑你啊 在家里 我一直都忍让着你 就连好看的衣服 都是你挑剩下的 生怕惹你生气 把我和妈赶出林家 好了 这件事情 我会如实向林总汇报 希希 没想到你在林家 过得这么艰难 我还以为林大小姐很大度 没想到 私底下竟然这么恶毒 为了把你赶出林氏集团 这么不择手段 希希 你也别太难过了 林总一向公司分明 肯定会替你做主的 你们不要被林希希蛊惑了 我从始至终 都没有亏待过她 更没有脱胆的项目方案 你们还是别这么说姐姐了 她会生气的 也因为我惹到她 再把工作给丢了 希希 你放心 林总最看重能力 我们为公司尽心尽力的 做了不少贡献 她不会轻易把我们开除的 但是像林小姐这种偷鸡摸狗的人 林总可不会让她待在公司 好啊 那我去看看 最后走掉的是谁 相信我哥会查清楚的 姐姐 燕安哥一向偏向你 就算大家都看见项目是被你毁的 燕安哥也会证明不是你毁的 希希 你放心 林总不会偏向任何一个人 她肯定会查清楚的 到时候 看林小姐还怎么狡辩 在家里 姐姐又一直挑拨我和燕安哥的关系 现在燕安哥根本就不喜欢我 肯定会说姐姐是被我污蔑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什么时候挑不过你和我哥的关系了 姐姐 是我说错话了 对不起 林小姐 别仗着自己是林氏集团的千金 就可以为所欲为 做出这样的事 还没有胆子承认 你的脸皮也太厚了吧 我没有做错的事情 为什么要承认啊 没关系的姐姐 就算是你 我也不会怪你的 我知道你想赶我走 我走就是了 希希 你又没做错什么 为什么要走 是啊 希希 要走是做错事的人走 可是我待在这里 只会让姐姐不开心 林希希 你在这凭空捏造有意思吗 林小姐 你不能看希希大度 就这么欺负她吧 也不知道谁欺负谁 上班时间吵什么呢 燕哥 是姐姐偷送了我的方案 还给撕毁了 不是的哥 我没有 林总 我们可都看见了 项目方案 是在林小姐的工位上找到的 不是她还能是谁 这件事情 主管已经向我说明情况了 我一定会查清楚 林希希 一周时间 你的方案交不出来 去人事部办离职吧 燕哥 我的项目已经完成了 要不是姐姐 把我的项目方案撕毁了 我肯定能准时提交的 是啊 林总 希希这几天 一直在努力做方案 加班加点的 我要的是结果 林总 明明是林小姐做了龌龊的事 才导致希希没有按时提交方案 也不能全怪希希啊 林小姐的责任不是更大吗 是啊 燕安哥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可以重新做 林总 这明明是林小姐做的不对 你就再给希希一个机会吧 哥 你相信我的 我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林小姐 都到现在了 你还在狡辩 明明是你 做了龌龊的事 被辞退的人 应该是你才对 我相信小池的人品 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倒是你 最好别在公司给我整出什么妖蛾子 要是让我查出来 一定不侵扰 小池 跟我走 希希 林总肯定不会办辞退的 你别太担心了 谢谢你们帮我说话 不用客气希希 在林氏集团 大家都一视同仁 我们不会再让林小姐欺负你了 可是姐姐脾气不太好 我怕 你们帮我说话 会得罪姐姐 再连累你们就不好了 希希 你真是太善良 处处为别人着想 怪不得林小姐会一直欺负你 没关系的 姐姐不喜欢我也很正常 毕竟 我又不是半亲生的 可能够段时间 姐姐就能接受我了 希希 你还是太单纯了 迟早会被林小姐赶出林氏集团的 你还是要试着去反击 怎么反击 你不要怕得罪林小姐 在公司里 靠的是实力 只要你能在林总面前证明自己 那么 以后不管林小姐再怎么为难你 林总都会站在你这边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 让林总认可我的 哥 他们都不相信我 都觉得那方案是我偷的 放心 哥一定查清楚 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谢谢你 小枝啊 你以后啊 一定要离林希希远一点 工作的时候 要提防着点 免得再被她钻控则陷害 你知道了吗 我一定会离林希希远一点的 林希希啊 林总愿意给你三天时间 你尽快把项目负责书给我 好的 书管 好好工作 希希 现在你知道林总不会包庇 任何一个人了吧 哪怕是林小姐都不行 你好好努力 这样 以后林小姐就不敢再欺负你了 希希 你一定要加油 好 小植 你怎么能在公司欺负希希呢 还把她的项目给毁了 差点让你哥给她辞退了 爸 我都说了 你别怪姐姐 平时我惹姐姐不开心 姐姐才这么做的 爸 这件事 根本就是林希希在污蔑我 小植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你以前是多么的善良 现在你连希希都容纳不下了 你太让我失望了 爸 为什么你不愿意相信我呢 小海 没关系的 不就是一个项目方案吗 别气坏了身体 肯定是希希哪里得罪了小植 所以小植 才把希希的项目方案给删了 想把希希赶出林氏集团 小植 你太过分了 赶紧向希希道歉 我不道歉 撕毁方案的 又不恕 爸 你还是别为难姐姐了 我怕 她还会在公司里欺负我 不要怕 爸爸给你撑药 小植 赶紧向希希道歉 这事 也就算过去了 爸 你为什么宁愿相信外人 都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亲生女儿 希希 她不是外人 她们是一家人 爸 原来希希一直都把我当外人 我已经很努力地去讨好姐姐了 她还是不喜欢你 赵紫 你既然不喜欢希希 你也不要在公司欺负她呀 我从没有在公司欺负过她 爸 你不要听她们乱说 行了 赶紧向希希道歉 这件事 就算过去了 要不然 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 就算你不认我这个女儿 我也不会向林希希道歉的 她说的事情 我一件都没有做过 为什么要道歉 非要把我气死 你才满意 这希希才来了几天 你处处跟她作对 她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爸 要不我和妈 还是搬出去住吧 免得在这个家 碍了姐姐的眼 小海 你也别跟小芝吵了 既然她这么不喜欢我跟希希 那我们走就是了 这样也不用伤害你们父女之间的感情 小芝 宋阿姨跟希希不是外人 你处处跟她们作对 你非要把她们赶出去 你才满意嘛 爸 我才是被冤枉的那一个 你为什么一直指责我呀 冤枉 公司人都看见了 希希的项母文书 就是在你的宫位上找到的 不是你 还能是谁 宋阿姨和林希希才来咱家几天啊 你就这么偏向他们了 我没有偏向任何人 明明是你的错 你做错的事 就该向希希道歉 你如果不道歉 你就滚出林家去 爸 到底谁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为了两个刚来的外人 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 你竟从来不会这样子的 小芝 宋阿姨和希希不是外人 你太过分了 你太过分了 爸 为了她们 你竟然打我 这 这 小芝 都是我不好 影响了你和姐姐之间的父女感情 小海 你也别太生气了 没有了小芝 你还有希希 这么乖巧董孙的女儿 她不会惹你生气的 爸 以后我会好好孝顺你的 绝对不会惹你生气 还是希希好啊 姐姐 你看爸现在多喜欢我 用不了多久 我就会代替你的位置 然后把你赶出林家 林希希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因为我很喜欢你的未婚夫 所以我想要嫁给他 我要夺走属于你的一切 锦铃是不会喜欢你这种人的 姜哥哥喜不喜欢 又不是你说了算 反正爸现在已经很厌烦你了 用不了多久 就会把你赶出林家 严安哥 我只是想和姐姐拉近一下关系 不想让她这么讨厌我 就让我滚出林家 还打我 哥 不是 我 林希希 你的这些小心机 却别在我面前耍了 小芝是什么样的人 我再清楚不过 以后要是再让我看见 你的冤枉小芝 你就给我滚出林家 严安哥 我没有 明明是姐姐打我 你以我很好糊弄吗 她怎么欺负你的 她说要夺走属于我的一切 还要嫁给锦铃 严安哥 我没有 这都是姐姐下编的 你现在道歉还来得及 要 我就把你和宋桂芳 一起赶出林家 姐姐 对不起 古希希 你别仗着爸对你的宠爱 就作威作福 这次 我就原谅你 若还要下次 绝不放过你 好了 上班快迟到了 走吧 林智 林颜 我一定会把你们都赶出林家 看 那是林家新来的妓女 看起来穿得挺朴素的 你看林小姐穿得光鲜亮丽的 看来这个女孩在林家过得不好啊 哥哥姐姐还是不要乱说了 姐姐平时对我很好的 要是让姐姐听到 回到家 她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林小姐一直单纯善良 应该不会被地里欺负人吧 你看她右脸有点红尺 该不会是被打的吧 都怪希希 本来想讨好小枝的 可能是希希说错话了 惹小枝不开心了 这才怎样呢 希希 你看林小姐下手这么重 希希小姐脸都肿了 真没想到她是这种人 是我说错话得罪了姐姐 她管教我也是应该的 姐姐你来了 别碰我 姐姐你没事吧 姐姐 是不是看见我们过来不开心了 小枝 你要是觉得我跟希希 你看着不高兴 那我们现在就走 我没有 林小姐你也太过分了 竟然当众推倒希希小姐 也不知道江总是怎么看上这种人 你要不赶紧向希希小姐道歉 我没有推她 更没有欺负她 为什么要道歉 林小姐 我们亲眼看到 你把希希小姐推到地上 还有 说没欺负希希小姐 那她脸是怎么种的 林小姐 事事都摆在眼前 你还有什么好奇事 还不赶紧道歉 她自己摔的 也配让我道歉 小枝 你怎么能这么对希希呢 再怎么说 她也是你妹妹 你不能仗着希希小姐这么善良 就这么欺负人吧 是啊 你心肠这么耽误 像你这样的事 根本不配进入江家 我配不配嫁入江家 也轮不到你来说 江夫人 您可算是来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江夫人 江总的眼光真长 怎么能看上林小姐 这种品行不端的女人呢 小枝怎么会是你说的这种人 江夫人 可不能被林小姐骗了 那位可是林家新来的妓女 反过来 却被林小姐欺负了 小枝 她说的是真的吗 江阿姨 她们说的都不是真的 你相信我 江夫人 我们怎么敢欺骗您啊 您看看希希小姐的脸 都是被林小姐打的 哥哥姐姐们还是不要再说了 万一再惹姐姐生气 回到家 她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希希 你不要害怕 江夫人会替你做主的 小枝 你看看林希希脸上的红肿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江阿姨 我打她 是事出有意 但绝对不是欺负她 江夫人 你看林小姐都承认了 像她这种恶毒的人 根本不配嫁入江家 您还是尽快解除婚约才好 江夫人 这都怪我 您一定不要解除和姐姐的婚约 要不是我惹姐姐生气 她也不会欺负我的 希希小姐 你怎么还听林小姐说话 你看她都把你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江阿姨 我只是推开了希希的手 我并没有欺负她呀 江阿姨 姐姐没有欺负我 是我自己摔倒的 你闭嘴 我推没推你 多大力道 你自己没点数啊 小枝 你也太不懂事了 你看希希一直在帮你说话 你还推脱责任 江夫人 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 进入你们江家的门 我不配 难道你们就配了 江夫人 你看林小姐怎么说话的 未免也太难听了吧 小枝 你说话要注意分损 江阿姨 怎么连你也不相信我 小枝 江夫人只是在替希希做主 在家里 希希只能挑你剩下的 就连我 为了讨好你 每天在家里 给你做好吃的 可是她连看都不看一眼 小枝 你太过分了吧 江夫人 林小姐还有更过分的 她刚刚推了希希小姐 到现在还没道歉 什么 小枝 你竟然这样做 还不赶快向希希道歉 江夫人 你还是别为难姐姐了 不道歉也没关系的 我摔一下又不疼 小枝 今天必须给希希道歉 要不然 就滚出我的生日夜 以后 也别想进我江家的门 江阿姨 您最了解我的贴心 我怎么可能欺负她呢 林小姐 你的脸皮可真够厚的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狡辩 江夫人 你看希希小姐 穿得这么普通 一定是林家磕戴她 显知 你连人都能看得出来 希希在林家过得并不好 你没必要在这里撒 快向希希道歉 我没错 我不道歉 你 请离怎么会看上你这种厚颜无耻的女 你别生气 身体最重要 如果你还不道歉的话 你就给我滚出生日夜 以后都别想进我江家的门 林小姐 识相点 赶紧道歉 林小姐 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道歉 你们在干什么 江哥哥 是 是姐姐欺负我 江阿姨看不下去 替我做主 让姐姐送我道歉呢 别碰我 我先葬 江哥哥 小芝的围人我清楚 她绝对不可能欺负你的 锦灵 你是怎么说话的 妈 你怎么帮一个外人说话 锦灵 明明是小芝欺负的希希 大家都看到 她把希希醉在了地上 是啊江总 林小姐当众给希希小姐难堪 做法真的很过分 江总 像林小姐这样的人 配不上你 闭不 这是没你们说话的份 让小芝道歉 不道歉 明天你们两家 就等着破产吧 林小姐对不起啊 我刚才不该议论你 是的 对不起 林小姐 我说话也唐突了 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们俩就先走吧 锦灵 希希你敢相信我 跟我还说什么气 妈 你们向这个外人说话呢 锦灵 你别被这个坏到骨子里的女人 蒙蔽了双眼 是啊江总 你看小芝下手多重 把希希脸打成什么样子了 江哥哥 我只是说错了几句话 姐姐就这么对我 我的脸到现在还是疼着的 小芝不会平白无故答应 小芝为了你清楚的吧 老师爷想相信他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 你让我怎么相信他 江阿姨 有时候眼前看到 并不一定是真相 我打他 是因为他先挑衅我 姐姐 你可不要乱说 小芝阿姨 不管是燕恩哥 还是爸 都很宠爱你 我怎么敢去挑衅你呢 林希希 你要是再敢挑衅小芝 和我母亲之间的关系 就给我滚出去 锦灵 你怎么能这么说实习 她是在揭露小芝的真面目 让你们都看清楚 怎么就挑拨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了 妈 你别被林希希给蛊惑了 我看被蛊惑的是你吧 锦灵 赶紧给我解除婚约 她根本不配嫁入江家 江哥哥 你是不知道 刚刚姐姐是怎么去江夫人吗 若是姐姐真喜欢你 她怎么会这么做呢 毕子 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 锦灵 这婚约必须解除 没再商量 我不可能和小芝解除婚约的 在江城 配得上我的人只有小芝 锦灵 那可不见得 希希虽然是妓女 但是品行兼优 还是临时集团的小姐 配你呀 也是绰绰有余的 哈 也配得上江姐 希希怎么就不配了 你和小芝解除婚约过后 立马娶我们希希 妈妈很喜欢她 林希希这个女儿 根本不配入江家的门 我这辈子 只缺小芝一个 江阿姨 林希希 并不如你看到的那么好 她的狐狸尾巴 迟早会露出来的 是你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 妈 我劝你对小芝客气点 她以后是你的儿媳妇 你需要气死我才满意是吧 江夫人 你别太生气 身体最重要了 妈 我劝你离林希希远一点 江哥哥 我是做错了什么吗 你这小芝俩别在我面前说 还有 你刚才诬蔑小芝 赶紧向她道歉 姐妹 你怎么能让希希向小芝道歉 因为那是小芝的错 没事的江夫人 姐姐 对不起 刚才是我故意摔倒的 让大家误会 希望姐姐不要跟我一般计较 希希 你就是太善了 才会被小芝一直欺负 这样想起可不行 江阿姨 林希希的善良 都是伪装出来的 是她骗了你 我只相信我看到和听到的 你一直就是不如希希 江夫人 你别这么说姐姐 姐姐不喜欢我 我理解 姐莲 你看看希希 又同事又大了 肯定啊 能做好你的贤内助 你就听妈的 赶紧跟她一起出婚约 我这辈子只娶小芝一个 林希希这个女 这辈子别想加入江姐 敬礼 江夫人 您别太生气 身体要紧 你要是能成为我的儿媳妇就好了 既然阿姨这么喜欢我 我会努力让江哥哥喜欢我的 真的吗 那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 你放心 我对你绝对是忠敬个高 我知道 只是我也没有想到 这次会让江阿姨这么生气 林希希这个人心思太多 你离她以后还是远一点 我哥也跟我说过 离林希希远一点 你从小被呵护着长大 根本就没有什么心机 她这个人啊 一肚子坏水 你斗不过她的 我是怕她伤害到你 你放心 我是不会让她欺负我的 小芝真是长大了 我妈的事情你不用放在心上 林希希这个人迟早会露出麻将的 怎么能不放在心上 这次也是因为我 让江阿姨这么生气的 我都不知道以后 该怎么面对她了 你放心吧小芝 她迟早会露馅 你的脸怎么了 我爸昨天打了 你爸打你了 是因为林希希吗 嗯 还是因为公司的事情 但是我哥已经在处理了 真是可恨的 你别生气 林希希迟早会露出麻将的 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 是天翔集团的 比较棘手 谁愿意接手 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 是天翔集团的 比较棘手 谁愿意接手 主管 我手里项目很多 肯定接不了 主管 你也知道的 林总很看重我们现在谈的合作商 肯定也接不了 一听到天翔集团比较棘手 你都背三阻四的 要你们有什么用 主管 我也很想接这个项目 只不过 我的项目方案被解决毁了 现在只能重新做 实在是有心无力 主管 林小姐可是获得过江氏集团的表葬 现在手里也没有分配工作 不如交给她吧 林小姐 你愿意接受吗 没问题 交给我吧 林小姐 林总说了 要在天之内完成 行 林小姐 看来你这次是真的要离开公司 有个天时间 你根本不可能完成 还是乖乖回家当你的大小姐 免得再陷害同事 在我哥哥还没有查清楚真相之前 你们还是不要胡说八道 我哪句话说错了 像你这种害群之马 就应该早点离开公司 就是 留在这儿 只会脏了我们的眼 大家不要再怪姐姐了 免哥哥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只希望这一次 姐姐不要再偷偷地 把我的项目方案毁掉 林希希 你整天装作一副 无辜又可怜的样子 你不累啊 姐姐 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希希没事的 她也欺负不了你多久了 其实林总包庇她 就凭她接手这个项目 五天之后 她肯定会离开公司的 不可能 姐姐能力很强的 就算姐姐最终没有谈成 免哥也不会让姐姐离开的 希希 你是不知道 天翔集团的老板 对项目方案的要求 极其严肯 上一个跟进的负责人 可是跟进了大半年都没谈成 后来 人家受不了就辞职了呢 你们放心 我肯定会谈成 继续留在公司的 林小姐 漂亮话谁都会说 这么棘手的项目 你肯定谈不成 别以为得到过 僵尸集团的表彰就能谈成 这里面谁可深着 我倒是要看看 谁有多深 小枝 嗯 这几天辛苦了 项目做得怎么样了 基本上完成了 给你榨了核桃汁 喝点 不不你这小脑袋吧 哥 你先帮我看看 这个项目怎么样 其实我不是很有把握 听同事们说 天翔集团的项目很难谈 哪有你说这么夸张 这个点 你需要写得再详细一点 哎呀 看来我们家小枝 今晚要熬夜了呀 之前啊 跟进这个项目的从事 可是跟进了大半年都没有谈成 最后被迫辞职了 哎 他不行 不代表你也不行 哥哥相信你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肯定可以完成 好了哥 你赶快回去休息吧 别在这打扰我完成项目了 好好好 你别熬太晚了 嗯 放心了 林芝 我把你的项目方案删了 我看你还怎么去谈合作 姐姐 你项目方案做得怎么样 能不能给我看看 我的方案凭什么让你看 同事学间看看项目走 你该不会没有做 才不敢给细细看吧 林小姐 你明晚可是要和天翔集团老板谈合作了 项目要是没有完成 你的麻烦可就大了呀 我的项目为什么要给你们看 姐姐 你的项目是受过姜氏集团表彰的 肯定比我们要做得好 能给我们看看吗 林小姐 你不会这么小气吧 你们很闲吗 怎么这么关心我的项目 我们也是怕你完成不了 丢了林氏集团的脸面 姐姐 你该不会没有做吧 项目呢 我已经完成了 用不着你们操心 既然已经完成了 为什么不敢给我们看 是啊 林小姐 只不过看一下项目而已 又不会怎么样 既然你们这么想看 那就给你们看一下吧 姐姐 你的项目怎么是空白的呀 怎么回事 我的项目怎么没了 林小姐 这就是你做的项目方案啊 我明明已经完成了 怎么会是空白 姐姐 你明晚还怎么去谈合同啊 叶阳哥最看重能力了 你这样谈不下来 会不会离开公司啊 不是明晚才谈合作吗 我还是有时间的吗 你连项目方案都没有 你拿什么去谈 还不如趁早收拾东西 离开公司 好好回去到你的大小姐 我还以为你获得过 僵尸集团的表彰 特别厉害 没想到 竟然连项目方案都做不出来 你们不好工作 在这干什么 主管 天香集团的项目 林小姐现在都没有一点进展 林小姐 林总 非常重视这个项目 如果天香集团 看不上我们这个项目的话 那你就辞职好了 主管 您放心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去完成这次工作 只要你可离开公司 就是你尽最大的力了 也不知道 你怎么在僵尸获得表彰的 姐姐 你不会是靠着 跟姜哥哥的关系 获得表彰的吧 我怎么忘了 林小姐 可是姜总的未婚妻 原来 这个表彰 是这么获得的呀 获得表彰 我没有通过任何关系 完全是因为 我个人的能力 林小姐 你觉得我们都是傻子吗 你连个项目方案都完成不了 哪来的能力 明晚才谈合作呢 你凭什么认为我做不出来 林小姐 你可别说大话了 就这么点时间 你能做出了什么样 感情还是别打扰姐姐做方案了 对了 主管 你工廊确有什么事吗 林总说那个方案做得不错 继续努力 谢谢主管 希希 你也太厉害了吧 三天之内 你就完成了 让甲方满意的项目方案 不像林小姐 眼瞅着 就要谈合作了 项目方案都没有做 我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厉害 希希 你不用谦虚 等林总看到了你的价值 林小姐就不敢在公司里欺负你了 这么晚了 怎么还在这儿 我在赶项目方案 怎么还在赶啊 其实昨晚就做完了 可是今天早上看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了 是不是不小心误删了 不可能 昨天晚上睡觉前 我还特意检查了一遍 会不会是林希希搞的鬼 昨晚把电脑放哪了 客厅 程助理 去查一下客厅的监控 是 林总 好了 这么晚了 我们先回去吧 林总 林总 客厅的监控已经调出来了 小致 你看一下 这林希希希也太坏了 竟然偷偷删了我的项目方案 她敢把花招耍在你的身上 我一定要让她给我滚出林家 可是爸现在很喜欢她 要是让她离开林家 估计会很难 放心 我自有办法 林希希 林总让你去趟她办公室 好的 我马上过去 希希 林总让程助理过来通知你 看来很看重你啊 看来林总对你的项目很满意啊 那我先过去了 林希希 为什么要删小致的项目方案 燕哥 我 我没有 你是 不知道林家客厅有监控的 林希希 我请告你 你如果再耍这种 上不了台面的抢心机 我保证 我不会让你活着走出林家 燕哥 你要是把我赶出林家 爸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现在林家是由我掌管 你觉得爸保得住你吗 燕哥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现在知道怕了 老问你 上次交给你的项目方案 到底是被谁毁了 燕哥 大家都看到了 是被姐姐毁的 林希希 你以为你这样的龌龊手段 能骗得了我吗 项目方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交代清楚 否则 你不收拾东西 稳出林家 是我把项目方案毁掉的 趁大家吃饭的时候 放到了姐姐的宫位上 燕哥 我都说了 求你不要把我赶出林家 燕哥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无限姐姐了 求求你放过我这一次 真没想到 林希希居然是这种人 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原来我们一直都错怪林小姐了 还对她说了那么过分的话 完了 林小姐不会怪我们吧 程助理 带她去办公室 燕哥 你干什么 刚刚我和林希希对话 大家都听到了吧 燕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林希希 没想到你心肠这么歹毒 陷害过林小姐 还装出无辜的样子 来蛊惑我们 害得我们一直以为 是林小姐的错 像你这种恶毒的女人 就应该滚出公司 不要 燕哥 我的能力你也能看见 不要让我滚出公司 你的能力就是陷害同事是吧 还不赶紧向小植道歉 姐姐 对不起 我不应该污蔑你 求求你 不要让哥把我赶出公司 多行不义 必自毙 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该想到 会有这么一天 我知道我做错了 姐姐 我求你了 你不要让哥把我赶出公司 你应该感到庆幸 哥不是把你赶出林家 成组里 把她赶出公司 不要 哥 不要 林小姐 我也是受了林希希的蛊惑 这才冒犯了你 对不起 林小姐 对不起 我也没想到林希希是这种人 这才言语上对你不敬 也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你们 也为公司创造了不少业绩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以后都不许再提 哥 这次多困了你 跟你哥我还客气啊 伤他感性爱你 希希 别哭了 你爸会替你做主的 爸 延安客谈当中就把我赶出了公司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从小到大 没有这么丢人过 希希 乖 别哭了 放心吧 爸爸会替你做主的 爸 那我还能继续在公司上班吗 当然能 延安这小子 太不懂事了 他怎么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妹妹 延安 你怎么能当众把你妹妹给开除了 我开除她 那是她活该 林延安 你怎么跟我说话的 希希 毕竟是你妹妹 你当众开除她 让她难堪 快快 给她道个歉 爸 你怎么不问问 她在公司对小芝干什么 希希 这么战量 她能对小芝干了什么 再怎么说 她也是你妹妹 你不能当众开除她 这样吧 你让她在家待几天 过几天 等她安排个职务 爸 我不可能再让她回到林氏集团 她在公司 不止污蔑小芝 还删了小芝的合同 像她这种品德败坏的人 根本就不配在林氏集团工作 爸 我没有 严谣说的这些我都没有做过 你要相信我 爸 你别相信林希希的 她今天已经承认对我做那些事情了 公司的人口全都听见了 我相信希希 她不会做这种事情 希希也是你妹妹 你为什么不想对小芝那样对待她呢 我的妹妹 永远只有一个人 严谣 我们可是一家人 你怎么说话呢 你给我闭嘴 谁跟你是一家人 爸 我劝你 还是趁早 把宋阿姨和林希希给我赶出林家 逆子 我和你宋阿姨 都已经领证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啊 以后啊 这个话你少说 爸 你怎么能这么对搁 明明做错的是林希希 爸 如果你执意 让林希希和宋阿姨留在林家 那我和小芝就搬出去 他们和我们 你只能留一个 你们俩只要气死我呀 妈 林燕安对林芝那么好 光靠着爸 肯定是不行的 林氏集团 毕竟还是在林燕安手里 他迟早有一天 会把我们赶出去的 希希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妈 你去跟爸说说 让我进公司的财务部 财务部 转移林氏集团的财产 到时候林氏集团就是一个空壳 林燕安还怎么把我们赶走 到时候 林氏集团 就是我们的长钟钟 不愧是我闺女啊 我会跟你爸说啊 让你进财务部 老领导 您怎么来了 这是我的小女儿 林希希 你给她安排个职位 这 没有小林总的同意 我不能给她安排职位啊 怎么 我的话在公司不好使啊 要是小林总问起来 我也不好交代啊 有我给你做担保 别担心 好吧 正好财务部 有个职位 林小姐 请跟我来吧 希希 好好工作 我先回去了 有事 给爸打电话 好的 爸 我一定要毁了林氏集团 林总 今天林老总 亲自过来把林希希 安排进了财务部 什么 你却告诉我 财务部的总监 让她多留意林希希 以免她再惹失神非 是 林总 田总 你好 林小姐是吧 你好 这是我的项目方案 好 林小姐 运用的理念还是很不错的 比以前过来探合作的那些人项目做的呀 都要出色不少 不知道我的项目方案 可不可以达成和贵公司合作的要求啊 你的这份合作方案我很满意 我看你怎么有点眼熟呢 咱们这不是第一次见吗 你应该是林氏集团庆宫宴上获得表彰的那位林小姐吧 是的 不错 这个项目啊 做得非常出色 林小姐 很高兴啊 能和你合作 很高兴合作 林总 公司的资金链出问题了 什么 资金链怎么会出问题啊 公司资金被大量转出 现在面临着崩盘的风险 那还不赶紧去抢 是 妈 我联合了财务部的总监 选走了林氏集团大量的钱 用不了多久 林氏集团的资金链就会彻底崩盘 然后宣布破产 真是太好了 看林燕还怎么赶我们走 等到林家破产 我看林芝还有什么资格嫁给江哥哥 能嫁给江哥哥的 是由我 等你跟江总结婚 我们母女俩就过上富贵日子了 你妈我就再也不用讨林海欢心了 妈 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 爸 你怎么都不敲门 你们这对恶毒的母女 竟敢转移林氏集团的钱 小海 你是不是听错了 我还没到耳聋的年纪 赶快把林氏集团的钱交出来 滚出林家 则我都要报警 让警察处理你们 想让我们交钱 门都没有 你还是乖乖等着林氏破产吧 真没想到 你们恶毒到如此的地步 平时我对你们多好 你们不吃醋也就罢了 还要毁掉林氏集团 你对我们还有什么用 林氏集团又不归你管 太可恶了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燕安 凭他的能力 一定能保住林氏集团 妈 快抢他手机 妈 这要是出了人命 我们就都完了 你爸伤了年纪 脚一划摔倒了 只要你不说 谁知道 那爸怎么办 不用管他 如果送去医院救活了 我们就完了 爸 爸 你怎么了 爸 你们干了什么 爸是不是被你们推倒的 你爸上了年纪 脚一划摔倒了 很正常 你以为我会吸你的鬼话 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跟你们没完 爸 爸 宋规方 你为什么对我 拔下这么重的手 你哪只眼睛 看见我逗你爸了 对啊 姐姐 爸命运是自己摔倒的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你们放心 等我查到证据 我不会放过你们 就凭你 能查到什么证据 还是趁早 去给你爸料理后事吧 林兮兮 哪让你这么说话的 林芝 你敢打我 你说 我爸怎么样了 来得有点晚 情况不是太乐观 怎么会这样 好在命是保住了 什么时候醒来啊 看他造化 谢谢医生 哥 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怎么了小致 出什么事了 你在哪 我马上过去 我在人和医院 爸被宋阿姨和林茜茜 推倒了 情况很危险 别急啊 我马上到 医生说爸的情况 不是很乐观 放心 我来之前 就联系了最好的医生 爸会没事的 等我查出证据 你们两个 别急 活着离开张城 林茜茜 爸根本就不是我们推倒的 明明就是你们推倒的 林家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们 让你们对爸如此偷下杀手 你可别乱说话呀 你爸明明是自己摔倒的 可别冤枉我们啊 有我在 他们两个迟早会付出代价的 怎么了 林总 公司资金链断了 用不了多久 公司就会破产 我马上回去 小致 你在这照顾好吧 我先回公司一趟 怎么了 哥 是公司出什么事了吗 你脸色看起来不是很好 公司资金链断了 马上就要面临破产的风险 怎么会这样 你放心 有我在 什么事都没有 我先回去啊 林志 您家马上就要完了 看你还怎么嫁给姜哥哥 你别得意太早了 我哥一定会化解此次危机的 你别开玩笑了 你们家资金链都断了 怎么化解危机啊 就是 恐怕 连你爸的葬礼钱 都出不起吧 滚 你 哥哥 滚 锦麟 对 我还有锦麟 喂 锦麟 林氏集团资金链断了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帮帮我哥哥 资金链怎么会断了 我也不知道 没事的小植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不会让林氏集团出现任何问题 谢谢你 锦麟 燕安 锦麟 你怎么来了 小植打电话跟我说了 林氏集团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能不过来呢 现在什么情况 已经在查了 是财务部出现了问题 王阳城助理已经在解决了 现在是资金链断裂 急需一笔钱周转 这张卡是无限额的 你先拿具用 这 你放心 等姐这次然眉之急 我连本单利还给你 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不用这么客气 林总 查出来了 是林熙熙联合财务部总监 转移了公司的钱 林熙熙 我就知道是她 你却收集证据 这次 我绝对不会放过她 是 爸 爸 小植 爸 你醒了 我这就叫医生 医生 我爸醒了 你快看看怎么样 病人恢复得很不错 不过 还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好 多谢医生了 不客气 先走了 喂 哥 爸醒了 好 我马上过去 你不会一晚上没睡吧 你还在公司吗 已经没事了 不用担心 小植 快告诉眼安 是林熙熙 卷走了我们公司的钱 哥 爸说 是林熙熙卷走了公司的钱 我已经查到了 小植 你问下爸 是不是林熙熙 把爸推倒的 小植 都是爸 银行入室 把我们林家 喊成这个样子 爸 你不用太自责 放心 公司那边 有哥哥用的就好 现在最重要的事 是林熙熙 把你推倒的吗 我在门口 听到林熙熙和宋贵方 转移了林氏集团的钱 想打电话给你哥 他们抢我手机 就被他们推倒了 这对魔女真的是太可恶了 哥绝对不会饶着他们的 哥 你们干什么 林熙熙 你好大的胆子 不仅卷走林氏集团的钱财 还敢推倒我爸 我没有 就是你们推倒了我 事到如今 你们还敢狡辩 林熙熙 爸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下得去手 不可能 林明是他自己摔倒的 够了 做了错事 就应该付出代价 你现在立马跪下 小爸道歉 你放开我 我没有推倒爸 我就打到你道歉为止 林啊 现在林氏集团就是一具空壳 所有的钱都在我手上 你要是再敢动我 这些钱 你一分都不想拿到 看来你还真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了 这里面都是你和财务总监犯罪的证据 就凭你也被搞垮我林氏集团吗 不可能 这根本不可能 林氏集团现在大量的钱都在我手里 再动我一个事实 就是 林氏集团马上就要倒台了 你有什么资格动我们 齿人说梦话 林氏集团的事情 林安早就处理好了 不可能 你一定是骗我的 林熙熙 事到如今你还敢执迷不悟 还不快想把道歉 不可能 钱都在我们手里 林安怎么可能让林氏集团起死回生 因为有我 就是他们偷窃林氏集团的巨额财神 还有他们把我把推动 把他们俩带到警察局去 爸 我知道错了 我求求你让燕安哥放过我这一次 爸 小韩 小韩 我跟兴兴知道错了 我求求你 原谅我们这一次吧 小韩 别白日做梦了 我会放过你们这对恶毒的母女 燕安哥 我求求你放过我这一次 不要把我送到警察局 就是啊 燕安 那林家 我真心实意对你 就放过我们吧 燕安哥 犯了错 就应该受你惩罚 这是你俩应得的 都给我带走 我求求你了燕安 林家敬女林希希和她的母亲 涉嫌转移 林氏集团财产 故意杀人 已被缉拿归案 真没想到 林希希和她母亲居然是这种人 心肠如此怠毒 看来在我的生日宴上 林希希说的全是假的 小侄心里一定很怨恨我 警灵啊 我们多备点礼物 去林家 去林家干嘛 赔礼道歉去啊 去提亲啊 走 江阿姨 你怎么来了 小侄啊 阿姨是特地来向你道歉的 在生日宴上 听信了林希希的谗言 对你误会了 实在是对不起 没关系的江阿姨 阿姨今天呢 特地带来了赔罪的礼物 还有提亲的彩礼 来都拿上来 彩礼 赔罪的礼物呢 有翡翠手镯一个 蓝宝石项链一条 蓝宝石二环一对 还有江家给你准备的十套别墅 无限额的黑卡一掌 劳斯莱斯一辆 小侄 你看这些够不够 如果不够 我让锦链再把江氏集团的股份 再分你一半 不不不 江阿姨 这些已经足够了 锦链 你这一出手 还真够阔绰的呀 这才难道哪 就算小侄要天上的星星 也给你摘下来 青家母 别老站着 过来坐 好好好 那我们什么时候 把婚室定一下吧 下个月出发 你看好不好 我看行 这个日子好 好好好 我们自愿几位夫妻 从今天开始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富贵还是贫穷 健康还是疾病 我们都风雨同舟 同甘共苦 终身相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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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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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然爱你 我仍然爱你